喂 喂 动态模糊我是关闭的呀 应该看起来是不糊的 我动态模糊已经关闭了 紧身总归是要开的 没紧身的话感觉很难受 字幕呢它是没有大小 所以没有办法 这游戏有可能是 镜头抖动比较强烈一点 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好吧 我把捕获再重新调一下 我怕这个捕获万一有什么问题 我再看一下 把捕获重新调整一下 实在不行我再开个垂直重波 大家先看晕不晕 现在你们看一下蓝光卡不卡吧 我先动一下 我先动一下 你们来看一看蓝光现在卡不卡 我先走动一下 别到时候这拨到拨到拨到后面这又不行了 还敢吗 蓝光还敢吗 还敢不敢 那机器人协调性不错呀 你还肯表扬机器人 真不错 真是难得 至少人家们一直在我耳边续道 这是什么现代科学奇迹呀 好派 找了 蛤 嗯 验证马 我沒收到驗證碼 等一下 有一個快遞要驗證碼 我沒收到驗證碼呀 我手機上沒有啊 那個音頻好像還沒開 他就是更改直播模式的音樂應該沒關係吧 這個是版權音樂吧 我覺得是版權音樂 這應該沒關係的 完全沒關係的 是更改直播模式的音樂 只是把版權音樂給去掉了 這個沒關係 他不是什麼髒話過濾什麼 就這樣就這樣 只要不行他後面那個東西多了 我就給大家手動逼一下 我手動逼 不好意思 你了解過了 這個了解過了 我們往前走啊 這就是作者想像當中未來這個國家的世界 怎麼你這樣又出現一個 這關鍵這個人怎麼跟前面那個長得完全一樣 他也是機器人啊 你別說他做的挺好的 每個人這個對話都有 感覺很真實 這機器人啊 拍集體照啦 同志們 啊 不是這個嘴巴 能把那顆圓子也拍進去嗎 不是居然還有人說這個機器人長得很可愛 這個叫可愛啊 這很抽香啊兄弟 很抽香 有這種就是拍照機器人 這是一些服務生機器人 我的天 沒有眉毛 他確實沒有眉毛 這個就像很早以前那種八九十年代的那種木偶人 我特別想 我思故我在 就未來的這個 蘇果啊 未來的這個蘇果就是 在作者想像當中就是機器人 當做 就把人類一些這種服務性行業全部都替換成機器人 你是幹嘛的 冰淇淋啊 這好像是夢龍吧 不是大哥你這咬的也太快了 腦袋不疼嗎 喂 吃完了 電話 有些地方你感覺他又先進但是又很破酒 很怪啊 這個是蘇果的五人街 我的天 機器之心安定原子 謝千諾夫同志 每個人都有對話 不過有機器狗啊 看著就像普通小狗 看著就像普通小狗 但不會生病 也不會變老 有意思 值得研究研究 養一隻機器狗 不會死也不會變老 等你死了他都沒死 我的天 確實有點爭氣朋克的感覺 這邊是什麼遊行 避開人群 這裡很多人參加這個是幹嘛 在這個廣場幹嘛 我的天哪 應該是這個什麼謝千諾夫同志要發表什麼演講 這裡好像是在遊行 不是上場開業 這好像是機器人閱兵啊 好像是機器人閱兵吧 感覺是的 你看這後面有機器人 機器人閱兵 聖利日慶典差不多 同志們請在六四威宇紀念碑下集合參觀 瞭解3826號設施的歷史淵源和偉大發現 大家都喜氣洋洋的嘛 像在中國似的 少校同志 你難道去過了 我哪沒去過呀 那什麼好像中國是沒去過 3826號設施離我們的中國盟友也不遠啊 我喜歡他們那股勁 而且 反正聽說是個好地方 此話不講 此話不講 但這個是個什麼玩意 全息投影 打出來一個球好像 這什麼機器啊 這是 这个设定就是苏国在未来的背景吧 应该是在未来 他应该假设了苏国并没有破裂 这应该是个老伤箱 我目前看下来我发现他整个场景做的都很细致 目前来看非常细致 我手上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他妈记个屁 受过伤之后脑子就一片空白 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脚把催了 哒 少校 公共场合请注意言情 哎 烦死了 如果这个画出现在剧的前面 那我逼不了 他如果出现在剧的后面 我可以提前看字幕给他逼掉 好吧 但是如果出现在前面 我可能就逼不了了 这里就像这种纪念碑 这是个纪念碑 叫什么瘟疫纪念碑 大概有可能是发生过一场瘟疫 这是个什么瘟疫纪念碑 我这边还很仔细 虽然这个贴图非常非常的糊 不可思议的苏联科学突破 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首次飞往太空 尤里加加林我记得好像最后没回来 是吧好像这个 他这个飞船好像发生了一系列的故障 然后反那个返回舱回来也是在修 然后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好像直接烧死了 是吧我没记错吧 有你加加林 回来了啦 那有一个什么苏联宇航员 然后最后最后没回来被烧死了 3826号设施成功启动大集体1.0神经网络 成为世上第一个全球网络 成即全人类之大臣 是另一个人 1943年苏国实施这项工业 即经济发展项目 由国家出资并放映全球 成为苏国科学的骄傲 这都大事迹 这个国旗我就不说了 它还分两段 褐色瘟疫 在这个游戏的设定是 这个帝国 他意识到自己的灭亡无法避免 所以呢 对全人类进行了可怕可耻的 非人道德打击 敌人向世界释放了一种致命的病毒 称为褐色瘟疫 这种疾病的致死速度 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种可怕的大流行病面前 没有任何的就是方法 现有的药物也对他无能为力 所以他把历史也干写了 所以这个游戏本身 和现实是架空的 完全架空 几乎从这个二战开始就架空了 不是 你看看这个国旗是啥 你看这个国旗是啥 虽然中间不太一样 你看这是啥 创创新型氢电池 这是说科学家 科学团队 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 谢谢不是十四仙 谢谢十四仙大老板送的 Love灯牌 好了 我们就大概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看一下故事的背景 但是我在想 他这个上面这些文字的贴图 也太糊了 是故意搞得这么糊吗 其他的你看这些贴图都还正常 我没开DLSS 这边过来了 到全息投影这里 在遥远的星辰都难不倒我们 此时此刻 让我们一起踏出 这历史性的第一步 上前一步 好好看一看这个宇宙的模型 被战人绝对是机器人 我看到有五个版本了 我有事想问 同志你好 想知道什么 大机发展的一大步 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是好问题 但是我们一时半会儿 谈不出个所以然的 不过你记住一点 一定要去了那儿 我们才能够知道 人类要如何在地球上生存 你觉得有外星人吗 那你觉得有外星人吗 要是回答问题 就可以拿钱 我老早就成为大资本家了 不过我个人确实希望 未来能去到星辰之间 让别的种族拿我们当外星人 我倒是没想到这一层 谢了 很细很细 所以呢 你觉得 人类准备好离开家园了吗 这就去到哲学范畴了 不过从技术层面来说 再过几年就行了 至于有没有准备好呢 那他这个背景是设定在 比如说 我感觉这个背景还设定在 像这种八几年九几年 因为有些东西还是比较老的 只是说就是 他在战争后可能就是苏国得到了 大量的科学发展 对吧 应该不是设定在什么 二零二几年这种 还是比较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这MA9号机器人的聚合物发射口 还能弄出图像生成网格 其实啊 20世纪五十年代 那也太快了 那就二战结束之后没多久啊 好了 不用了 我没进去 去他妈的 我跟那人说了十分钟 一个字都他妈没听明白 你态度太差了 人家也没惹你 他适合去大街上卖葵花子 装他妈什么宇宙大师 说到这个 主角还妈量蛮高的 你先可以展现出点专业素养吧 原话奉还 不过这个我也想说 确实一个字没听懂我的 虽然他还妈量挺高的 每一个NPC都有配音啊 每个NPC都有说话 而且都有动作 确实很细节 这游戏瞬间觉得300多块钱值了 根据谢切诺夫同志的直接指令 恰涅耶夫少校前列报道 少校同志 欢迎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大集体诞生了 是是你好 我好大家好 能赶紧说正事吗 我忙着呢 我是XGP版本啊 免费 直接免费 苏联教育的未来 脱胎于谢切诺夫博士的个人项目 综合教育 苏联人民再也不用去教育机构苦读数年了 从现在开始 想学什么 注射还有相应信息的神经聚合物即可 受教育水平立刻提升 大学级别的自然科学课程也不在话下 还想学韩语 拿到合物理博士学位 你要学东西就打根针进去 把什么神经术打进去就行了 你就学会了 真妙啊 你学什么东西打根针 八下打进去你就会了 这个设定还挺牛逼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这种设定 妙啊 真妙啊 打根针进去学会了一个 我先拿着 这个就是应该是 就说的这个神经素 神经聚合物 就打进去你就学会东西了 这个其实跟本直播间一样的 你进到直播间 然后压师傅 压师傅我给你打根针 你也就学会了 学会装电脑 啊就进去了 这针是这么大的 他手中间这是什么玩意儿 神经神经触手吧 我刚升级过手套的扫描功能 以神经聚合物为传导物质 手套里的传感器 会直接与神经系统相连 一路通到聚合物视网膜 扫描功能需要特殊动作激活 请显定一样物品 掌心与之相对 朝那个方向伸出手臂 之后收拢你的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让剩余的两指之间 形成直角 这样便可激活扫描功能 嘿我操 这他妈谁发明的呀 宗教裁判所 按住Alt键即可激活扫描功能 我找Alt键 祥瑞愈眠恶灵退散 啊 这个动作 这配音我的妈 祥瑞愈眠恶灵退散一个 话得听 管他什么鬼主意 算我一个 你不是刚刚还说 要赶时间吗 能不能闭嘴 扫就完事了 这叫磨合新硬件 您现在看得见隐藏物品了 之后肯定拍得上用场 好了 请您继续完成任务吧 行吧 谢谢你 能发现隐藏物品 就是有一些 你看不到的东西 它会有亮光 对吧 这是一个机器人的实验室 这是在干嘛 跑步机啊 这是在干嘛 训练跑步行动吧 这动作蛮滑稽的 就这样 这动作挺滑稽的 这样扫描一个 那这里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物品 好像也没有 也没什么隐藏物品 走 这些西线诺夫应该是个 大科学家 哎呦我的天 啊 东西们你们好 我是和女特典谢提诺夫 欢迎来到3826 欢迎来到 卫海 卫天天 這好像是前面撿花盆的大號五人機 我們是蘇聯過了幾十年就算發展了翻證不必 有了我把你的神經有五個巨流物模擬是一份技術 我們完全可以在全世界的翻證 去出我都等你 連接人耐和機器人的網絡終於誕生 它是說在每個人身上裝一個神經連接器 然後大家所有的大腦都會集中到一個大集體的2.0的網絡中心裡 然後大家所有的大腦都會集中到一個大集體的2.0的網絡中心裡 它是說在每個人身上裝一個神經連接器 然後用大家的全人類的聰明才智 然後來研究科學 然後別人學會的東西你也就學會了 通過神經物給你打進去 然後那些髒活累活就由機器人搞定 是吧 是這意思嗎 還能在短時間內掌握所有學科的知識 當然 全人類的知識 是這意思呀 裝個思想控制器 對吧 你看全人類的知識都歸你所有 就你裝了這個東西 所有全人類的知識 咱們就共享了 全部共享 全包了 而且它還能 拔絕出你無盡的潛能 想在一分鐘內學會一門外語 想一天內掌握亮點力學 想把全世界的 本學瑰寶都裝進腦子裡 只要在太陽學 裝上了自己 把這個聽完 連接器 那麼所有一切皆有可能 想要用上連接器 就得先去本地的聚合化中心 往大腦裡注入少許聚合物 充當大腦 感謝Planter送的筆心 謝謝丹毅大老闆 送的筆心兔兔 謝謝兩位大老闆 感謝King送的這些小臉 未來不明 就做個手術 裝個思想控制器 1955年 神奇的大集體2.0 全球神經網絡 將於1955年6月13日正式啟動 只剩下兩天了 即可領取思想控制器 加入首帝未來人的行列吧 未來 畜生可及 好 好了 那這個設定 雖然聽上去很宏偉 那肯定後面 這遊戲 剛開始這樣 肯定是後面要發生一些故事的 對吧 肯定是有一些弊端 嗯 有段俄語 有俄語配音的 怎麼突然卡了 喂 怎麼進到這個大房間裡 好像突然卡了 好像頂不住了 4090都頂不住了 喂 4K頂不住了 怎麼瞬間進到這個裡面 變成30幀了 兄弟 在外面是正常的 怎麼一下子進到裡面 變成30幀了 這裡鎖30幀 這個場景鎖30幀 為什麼 為什麼這房間裡要鎖30 遊戲這裡設定就是鎖30 我的天哪 看不及我4090是吧 還要給我鎖30 誒 這裡又正常了 誒 這 這也太差平了呀 這個 你看瞬間這裡就 突然又絲滑一點 然後視角一轉動 然後又卡了 這是個電梯 這遊戲很多場景都鎖著 我的那30幀也太難受了兄弟 我得開個垂直同步了 你看這裡這裡這裡 瞬間又順暢 然後又鎖 1950年能搞出這種電梯 我的天哪 話說這個 這個小沙發小座椅 感覺很像那個什麼來的 有個北歐的那個品牌 之前看到過我的 好像就是喬布斯以前坐的那個椅子 跟他一模一樣 很怪 這遊戲很怪 謝謝Season Z大老闆送的寶石節 謝謝Season Z大老闆 老闆大氣了 感謝Season Z 主老闆夜深刻天天超香走火 感謝大老闆愛你哦 感謝大老闆送的寶石節 謝謝抖下水的音送的幫忙堂 這個是個什麼掃機機器人啊 目前前面這個場景還是四百 這個就是大概十分能打個九分啊 甚至能打到九點五分 但是這個鎖三十針之後 分數一下下降到八點五了 好吧 我把全隻同步打開 這有些鎖三十的這些太難說了 朝景很明顯感覺一下子掉陣 開個全隻同步吧 可能相對還好一點 有些貼圖還蠻糊的確實 科學就是力量 告訴你這才叫俄調 再難過的坎兒 在老闆眼裡都是小事一樁 實在佩服 科學當然能克服一切正案 那怎麼連羅里巴索的手套 都收拾不了 上上同志 這個是你的座駕激活嗎 這又是什麼機器人啊 哎呦 哇 哇這鑰匙 樣式很原始 但是很牛逼 行了大聰明 沒了你我可怎麼活呀 不是這兩個機器人 怎麼說呢這 我不好評價啊 還是單不上你們自己評價 我還是不好評價 坐上渦輪車 我還得下去 那這個他這個展廳裡 為什麼要把兩架這個飛機 掐在地面上呢 就是只是單單做一個展示而已 這一架這個飛機很像那個 很像那個以前有一個 就是速度最快的一個客機 那個叫什麼 鞋合鞋 鞋合客機 這個頭是好像就是 就是往下彎的 然後身體非常修長 很像啊 感覺很像 這造型非常像 應該是按照鞋合為原型的 走吧 坐上渦輪車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電梯 男孩子 實在不好意思 往下的過程當中 這不會很危險 門也不管了 有些名叫原子之星 新遊戲 不是為我 是為了全人類 為了近在咫尺的偉大發現 總有一天能邁向群星 先造空中堡壘 再一步步邁向宇宙盡頭 人類正是通過這種方式 實現自己的價值 這怕是在做夢吧博士 我想說一個事兒 你看這周圍的貼圖 都很正常 為什麼這個電梯底下的 這個地毯的貼圖 是這樣的 這個東西它沒做高分辨率嗎 您都是從科幻小說裡 找靈感的嗎 然後到這裡好像又鎖30了 開卡了好像 你的意思是地毯本身就是這樣的 我這裡說說說 30實在太難受了 我看看變成這1080P會不會改善 我看一看 我瞧一下 這也忒難受了 看一下1080P 1080P它這個地毯也是這樣的 那沒區別 而且1080P它也鎖30 4K也鎖30 太怪了 這個真的太怪了 怪中怪我 太怪了 你在這裡也是雕真眼中 它這裡鎖30 按鎖30針 可能是地面的反光太多了 是 我這就去 其實同步我前面關掉也是這樣的 我就是為了這個那個東西 所以開了個垂直同步 但結果還是沒什麼變化 對呀又不是CG 你看出來就馬上正常 就進到剛剛那個大廳裡 它就按鎖30 剛在那個飛機那個場景也是正常的 外面也是 外面場景這麼多 如此多的場景 它也是就是不鎖真的 只有那個大廳鎖30 非常怪 這遊戲整體我覺得 背景設定啊 包括一些這個場景做的還是很不錯的 但是有些地方很怪 應該還是還沒優化好 它只能用這種鎖30的方式來體現 這個是渦輪車啊 這車不會有什麼高科技吧 看上去很古老 哎呦 啊 啊 請記好安全帶 祝您一路順風 北京第三區交通委提醒您 啊 怎麼連收音機都沒有 大集體2.0 是把我吊起來 全蘇聯人民歡呼雀躍 每個城市都倾入不停 然後放到空中讓我飛起來 美國國內失業人數迅速攀升 美國政府對 政府新聞 卡呀 這裡明顯叫做 喂 現在又好了 來點音樂怎麼樣 帶勁多 我的天 感謝CAPITAL大老闆送的環球旅行車 感謝CAPITAL大老闆 謝謝帥氣 大氣的CAPITAL大老闆送的一個環球旅行車 感謝老闆送上的環球旅行車 祝老闆直接坐上這一台渦輪車 渦輪飛天車 感謝老闆送的環球旅行車 祝老闆夜夜升車 天天叉叉走火 祝老闆越來越帥 敵特越來越大 感謝CAPITAL大老闆 愛你哦 直郎這裡一個小時不到 4080可以的 4080四天沒問題 感謝小黛沒事情 說66個小時 感謝藍正和愛影 說的夏宇亞 這是一個浮空島 好理性 好吧 也是一了之中 我可不會給馬屁精什麼好理性 是用幾個大渦輪風扇 把這個島給撐起來的 是個浮空島 有啊 像謝奇諾富博士 他從前在手術台上救過我的命 至於其他人 這是1950年 話說回來 我們他媽的為什麼要開榜 這破機器人上的爛車 飛機都沒了還是怎麼著 這渦輪車也算是重要傳統 天 一次謹記3826號設施的發展歷史 這第一座科研綜合體鋼建成時 我們就是坐著這種車往來的 3825號設施 他是不是每個島就是一個編號啊 3825號3826號 快飛的豬 你千眼見過嗎 這背景想像的非常大 我見過呀 就在神音平台上 某個大聰明忘記放炸了 然後牛就飛了 可惜是朝著D飛 少校同志一個小建議 你專心做任務就成 要動腦子的事交給我 你他媽可閉會嘴巴 吵得都聽不清了 感謝花都陳思璇 謝謝喬總 謝謝帥氣的喬老闆 說的李花董 感謝喬老闆 主老闆和女朋友 我怎麼知道再煩我一下試試 哦呦 就這個車本身啊 還是只能在地面上開 對吧 但是你飛行就是通過有個東西吊著你 但是飛行的方向是不是你自己 通過這個方向盤來把控的 好像也不是 就這個飛機幫你控制 這裡不叫過場景嗎 你看他方向盤還在動的 在微微的在動 塞博塞博蘇聯 就是塞博蘇聯 要發生什麼事了嗎 進入了一團雲團當中 但這些人也不戴面罩 在這麼高的浮空島上不會 有點缺氧嗎 預計到達時間11點47分 我的天 天啊 主角還點了個煙嗎 啊不是這個是主播點了 這個吊著的地鐵好像德國也有 德國現在還有保存 鐵螺媒設計部牽頭開發 或烈別將司機博士鼎力支持 吊著的軌道列車 像國內好像也有在搞這個 就吊在下面 重慶也是這種單軌 但重慶是在上面 重慶那個輕軌是在上面 他也是單軌 但他不是掉的 他是在上面 類似這樣的工廠 每小時將能自動規劃處理 高達100件訂單 這太高科技了呀 他對這種空中交通的規劃好像完全就是由機器人操控的 正下方 現實世界到2050年能實現這種單 充當本網絡節點 主無線電處理單元和控制中枢作用 計算中心 這是一個雲計算中心 下方是向日葵太陽能發電廠 此處除了為整座國金展覽員供電 還負責人民有益廣場 周邊住房和磁附線路的電力支持 看不清開下雨刷 不知道雨刷哪個進行 應該開不了吧 全體員工可以在綜合體間 暢行無阻 他把這個軌道列車是說的磁伏 磁伏列車 始建於1949年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偉大見證 噢天 正在進入網路的綜合體區域 3826號設施中 湧現的大量農業奇跡便是發源此處 蘇聯紀念碑 由建築師 葉蓮娜莫希娜 和亞歷山大 基巴利尼科夫 負責設計 由大集體1.0神經網絡控制的機器人 進行自動建造 於1951年正式落成 這也是史上首建人與機器合作完成的藝術傑作 現實裡應該有些雕像是從現實裡搬過來的吧 那差不差的呢 在3826號設施始終敞開大門 歡迎蘇聯各地的專家學者 這裡孕育出了無數革命性科研成果 加入我們便可以為共產主義事業 和蘇聯人民福祉 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些場景還是蠻吊增的 優化還是有點難 小蕭同志手拉好 我護送你去瓦威洛夫綜合體 這他媽到底是什麼情況 不好意思 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 所有機器人忽然一犯常態 變得充滿敵意 那你怎麼沒問題 有可能這些低階的機器人 是計算中心統一調度的 這種女的機器人 有可能就是她有獨立的思考 思考 思考芯片 哎呦 電梯再次繼續上行 保釋牽引機器人 將馬上來進行磁力偶合 並且把我的送去 你媽的 再趕來試試 主角這個喊媽量實在過於過於豐富 抓住我的手 哎呦 這喊媽量這麼高怎麼 不許說髒話 即使你科技科技科技發展的特別好 你也不能說髒話 這逼不過來呀這 哈哈哈哈哈哈 太有素質了 感謝黑黑送的天鵝主播 那個主播模式不是的 那主播模式是音樂版權 這個胡子略微有些出息 有點粗糙 好 其實有些粗糙 究竟第三人成估計 就要爆雷了 第一人成可能還好 第三人成有些細節 我倒有些看到估計要粗糙 他字幕比較小 還是開國配吧 你不大 有國配總歸開國配吧 他媽的頭疼死我了 這人長得有點像誰來著 張臉感覺很熟悉 但是張臉和這個髮型和胡子 搭配在一起 又感覺不熟悉了 好了一些 對 又見中心 啊 怎麼上來就是雞啊 對不起了 上來就這麼多知音 對不起 我操 趕你走 還是看看機器人比較好一點 這機器人好像不會攻擊我啊 好會的 這閃避也太厲害了兄弟 這閃避也太厲害了兄弟 這閃避 啊豬還會攻我啊 他這個砍起來啊這個 砍起來感覺掉針蠻明顯的 我操 欸 手套叫你呢 什麼事啊 來點目標信息 維克多彼得羅夫是負責大集 什麼東西掉下來 的首席工程師 因叛國罪被捕 在瓦維洛夫綜合體服刑 參與社區服務 明白了 不能對付 從哪著急 只知道他在瓦維洛夫 綜合體的地下樓層 爆卡嗎 啊 那我再再調一下 這遊戲優化有點問題啊 還是不能4K 可能是光追開得太高啦 把這個關一下 實在不行我要開DLSS了 應該不卡吧 現在應該更流暢一點了 有很多人說卡 我來了你怎麼躲在茅屋裡 這遊戲有些場景就很怪 他就是鎖30的 特別怪 啊 這毛克你怎麼有這麼多人呢 我天啊 全都是應該應該 給我滾開 好累些 俄羅斯老奶奶啊 什麼呆呢 差點被這玩意掐死了 手給我 我真是沒預料到 你多小心點 這地方到處都是神經病 我發現了 大娘多虧有你救我 大娘一個 紀娜婆婆 你來這幹什麼的 這好像是豬倦裡的凤差呀 好像是凤差 李娜老太 李娜老太 行吧 明白了 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那麼多死人 你沒看見吧 機器人見人就動手 找不著躲的地方 那就等死他 所有機器人都都暴亂了 要是有件武器就好了 你那有武器嗎 分差呀 感謝楊老闆送的66個小營心 感謝花都沉思玄送的李花筒 那地兒還算挺安全 你 糟 蜜蜂來了 咱還有30秒 趕快跑啊 你說30秒是什麼意思 30秒之後咱就死翹翹了小子 死得偷偷的了 甩一甩 不行 你快打 你來 快快快快快快 要空襲啦 要是順勢真寧 叫你順勢真寧 行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離開 你領不動 你這武器不少啊 你準備怎麼辦 可以套出來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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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ly 哎呦 完了 栽到个电梯里了 喂 我这是要去哪儿 怎么这么深呢 兄弟 是妈子的地狱啊 老奶奶是不是没了 老奶奶 琳娜没了 完了 这下不是主播弄的 这是主题 这都是什么狗屁糟乱事 但感觉你好像抽反雷 好像 怎么感觉好像抽反雷 出发了 找到门把手 得抢个棒 才把开庄稼门 说的轻巧 别他妈瞎指挥了 倒不如说说 彼得罗夫的事 他是怎么被抓的 米歇埃尔斯托克 豪森发现了他的事 淫队立马就去逮人了 那他更不应该在这啊 彼得罗夫被判参与社区服务 以囚犯身份被遣送回此处 怎么 意思是 他的活别人都干不了 当时大集体还有几个月就要启动了 这个绝骨眼上可不能换首席工程师 彼得罗夫必须完成手头的工作 这也是上谷的指令 这人有什么本事 维克托彼得罗夫 曾在天眼研究院秘密部门担任首席工程师一职 专门为要接入大集体2.0的机器人编写程序 行 门那边有人吗 欢迎各位 瓦维洛不足合体 以著名苏联直部训相应 是一所专研地球制度的定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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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地方是什么 掏了个罢手 掏了个罚门 掏了个钟表 叼 叼秋表 完了 这个配音好像是弯弯啊 那个妹子配音好像是弯弯 有些是台配好像 有点怪吧 那妹子应该就是个弯弯 完了 这声音听上去是粉粉碎了 这声音听上去应该是粉粉碎了 应该偷枪了吧 应该寻找维克多 突然之间这些机器人都开始攻击人类了 安全区域 休息室属于安全区域 内部配备了手动存掌机 可以手动存个打 正在保存数据 如果敌人被击中 他们会施展足以打倒P3的强力攻击 查尔斯会在敌人蓄力时提示最佳闪避时 红光亮起时按Shift进行闪避 Boss了 听听我的意见 忙着呢 你得躲开那些强力攻击 照这样下去我坚持不了多久 光一个就打得够枪 被摧毁的机器人体内还有一种名为 神经美的神经聚合物 还怎么闪避我的 这垂子打 按住F在不松开的情况下 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性从板条箱中收集全部资源 将这神经美胶囊取出来用在自己身上 也能有效治疗伤变 不是这效率也太高了 一下子把所有档案柜全部打开了 别忘了边走边搜刮资源 就只要按住F就行了 别忘了你还有亚罗夫阿巴拉克夫被 哇这这套货是什么啊 全部打开 中级高效率套货 又能令其重新恢复到原本尺寸 问就是科学无奇不有是吧 什么科幻小说情节 就一次性全部打开 就你鼠标一到哪他套到哪我 你也别管就按这套就 这直接按这套就完善了 哇 这套家确实蛮爽 但少一些乐趣感觉 但是柜子也太多了 这有太多柜子了 不过有一些打不开 有一些打不开 好了套完了 硬骨头 都是些材料不知道这材料有什么用 摩拉维耶瓦同志 这是上头的命令 只要你一到我们就得开机 并且记录下 进你的头 反正别想录我 首先赶紧让我过去 其次是摩拉维耶瓦 小子 我是你纪纳婆婆 呃我们不能让你过去 摩呃 纪纳婆婆 悄悄摸过去 从背后呼吸 我趁机把它彻底关机 没有授权再写 啥 我以前都是想进就进啊 凭什么不行了 挺好 要么你马上让我过去 要么我去找人来替你的位子 你都清楚了 手速出现问题了 他这应该是高阶机器人 看就比较猛了 就是块表 这个表好像就有听录音的 交代你剧情的 来杯好茶 你哈伊尔坐 等我干完手头的活就帮你写报告 我刚发现有 我有枪打 我刚不是掏点子在哪里掏了把枪啊 全部导人 一箭导火 这玩意儿还能再扔出去 可以把箱子拿完 然后扔出去 触手感觉很有用啊 我这要掏太多的货了我的天 掏完了吗 这里还没掏 站在那一线看到你有哪些货没掏 诶 那是离世信号发射器吗 能用不 3826号设施所有离世信号发射器 都连着紧急电源 从不关机 保证员工随时都能顺畅交流 但应该不是谁都能登的吧 要有密码或者级别足够才行 只要是设施里的东西 我都能帮你连 周秋表也是 你之后肯定会碰上的 谢了 一个档案电脑 金云哥休息啊 好了 好像逃完了 这边外面有一个这个圆圆的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玩意 这应该都是些报告 这应该没什么用吧 就一些交代一些背景 那边还有箱子 但是枪只有只有六发子弹 我什么应该省一点 我有名字 叫查尔斯 随便了 那个什么彼得罗夫是怎么黑进大集体的 不光靠他一个 还有好几个帮手 好几个 那这些人呢 都被处理掉了 但没有你帮忙 还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这事靠你了 每周前往社会控制部门报道 怎么弄的 不是他这个他不是这样的你是在伸进去之前你就要调好鼠不要的位置 然后反复的去调 然后反复的去调 这游戏 这游戏我觉得有差EP的话还是差EP搞一个非常划算 这直接买太贵了 直接买太贵了 直接买太贵了 这里被掏干净了 XGP要3月3号谁跟你说的啊 那我现在怎么玩的啊 完了 糟了 糟了 大集体可是苏联顶尽头脑搞出来的东西 居然还能被区区几个叛徒黑了 大集体其实并没有被攻破 这打起来这动作也太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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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眼研究院的猎别杰夫教授 亲自带队编写的 没人绕得过去 那还能出事 那几个叛徒网大集体算法里引入了冒牌的战斗模式 让中空物把人类误判为进犯的士兵 难道只有彼得罗夫修得好吗 也不是 但他修起来最快能保住好多人的幸福 这事也不至于传出蛇识群 这我刚刚吸的一个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叫回血腰啊 这打起来也太晕了 我的个天哪 晃得太厉害了 他这个闪避 然后敌人这些攻击都像有点神经质的 闪的特别怪 看到我快吐出来了 他要故意这么做的 战场上没有无神论者 我堂堂一苏联科学家 怎么也得是无神论者吧 但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 老天保佑 懒车隧道外面的死人 底下好像有货 锁是锁上了 但我不知道能够挡住他多久 喂 伊万 刚才那里 还是右键这个蓄力比较爽 右键蓄力直接劈死我 我觉得有些晕3D的朋友啊 估计玩起来会比较恶心 这玩起来太暈了 他这个闪避关键也闪的实在是 实在是 实在是 太暈太暈 他动作太快了吧 我是不是不该去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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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觉这流浓 他感觉这流浓 瑞典人 瑞典 瑞典消人斧 神经质小胶囊 有6个 我现在开了这个光追问题也不是很大 现在还好吧 打斗起来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调增感 还可以 你能够我 我现在鼠标灵敏度已经满低了 要不再低一点 否则我这晃起来太厉害容易太晕 0.2吧 不能再低了 就这样 拿个枪套一套 有 这里又是个存档点 把它保存一下 正在保存数据 PC优化怎么样 我这就PC啊 一般 有些场景锁30帧 看起来他刚做可能还是有点仓促的 笔记本3050能玩吧 我估计只能特效太低一点还是可以的 我这干嘛呢 机器人都开始攻击人类 3826号设施自然进入紧急戒备模式 完了 我这地方好像体现进来 什么东西 他场景做的挺宏大的 但是我说一说啊 刚刚人物比如说是60帧 这个怪哦 就怪这个钻地怪钻洞怪的这个怪本身 是一帧一帧的 大概只有5帧 你们发现没有 就整体画面是60帧的 人物也是60帧的 但这个怪是大概只有10帧 这怪在那 这感觉一帧一帧的在那洞 是他们送你来的 快按住这个伤口 感谢姐夫不严肃的笔记 那你是 医生 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跟你DLSS没有关系 他就是这样的 直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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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 你怎么会有这个 你在磨蹭什么呢 桌上那是神经巨口无销 医生 你叫什么名字 拉里莎 你哪来的那么多问题 没什么你自己处理吧 相信你 你去哪儿 那东西没用 我们没设备 我有设备 忘记了 这个东西感觉不错 你为什么可以 你问题倒也挺多的 我找 拉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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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温室 拉里莎 这什麼凹创 啊兄弟 死啦 怎么怎么两墙就没了 实在帮不上忙 动动你聪明的脑袋瓜 自己想办法撬锁吧 能指望你神吗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弄的 只是灯一亮 你就立马打枪 我重新来一下 这怎么弄的 我再看一下 啥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啊 兄弟们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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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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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亮灯灯灯灯灯灯打响尺 就是它每亮一下我就按一下 OK没问题 我的电报 但是没 等一下 我再按一下 其實很簡單沒有那麼複雜 我以為是按要成了他就要按照順序的實際上不用我的亮到哪就直接按就完事了 這裡還為什麼漏到這個大寶箱 大哥你唱什麼歌啊 咋啦 搖籃曲 聽著真不舒服 詹爾斯 裡面是什麼東西 聽著是諾拉的聲音 不好對付 可不用下 他這視角晃動就是遊戲本身設定的呀 沒辦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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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養保養保養 把武器窗口打開吧 帥哥 你都有我呢 怎麼還不把那手套甩了 我什麼都能做 你的肩 超級大保肩 趕緊插進來 我保證把它磨得又硬又力 太嚇人了 還好逼掉還好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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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關一下 沒逼刀啊 真的假的 不會沒逼刀啊 你知道吧 我不是一頓狂逼啊 這太嚇人了呀 這玩意兒 我鼻聲調高一點 鼻聲只有百分之五十 這個這個五十八 現在可以了吧 看好啊 現在聽的節目啊 前面這個文本太嚇人了 怎麼辦 這中配還不錯的 但是你調俄配吧 你又很好奇他中配說了些啥 但是這中配實在是太 太過於誇張 實在太過於誇張 真的 真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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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手的 真的有一手的 完成 反彙 我會的可不止這些 斧頭什麼的頂多算是開個位 花樣還多著呢 怎麼樣 喜歡嗎 成 不錯 把他們的腦袋劈個稀巴爛 裡面的東西帶來給我 咱們再好好玩玩 到時候 給你看看我的真本事 哼 我憑什麼要給你帶禮物 我也是個女孩 文修小戰要先分解資源才能製造道具 還好這台不挑組 只有部分升級需要特殊部件 設施裡頭還充沒垃圾可撿嗎 你多多收集就好 我會留心的 好期待喔 好 一雙大手在我的面板上摸個不停 好好 差不多得了 咱們走 這 武器夠升級 我看呢 這能不能再升級些什麼東西 消人斧 KS23 剁肉刀 我這武器挺多的 馬卡夫手槍 AK主宰者 胖小子 雌鬼槍 我的天哪 但我現在好像弄不了了 消耗品 資源充足 下面這些需要藍圖才能造 彈藥 資源充足 彈藥槍 升級 這個還能升級嗎 能升級一下槍箔 槍管 電磁偏振器 槍口 製退器 這個安裝應該不需要什麼材料的吧 阻尼槍托 這個需要藍圖 可以做子彈 安裝 資水器來一個 擦裝模塊 可以通過槍管包裹上一層薄薄的特殊化學聚合物 產生額外效果 資源不足 這個要資源 有一些要資源 有一些要藍圖 現在是幾秒 就這樣吧 材料又上去我看看 能不能多做一點子彈呀 子彈有點太少 帶藥 它顯示資源充足 這個是我做的資源是否充足 製作好 再出嘴巴裡面吐出來 看上面 我再看一下 為喬爾斯進行聚合物升級 喬爾斯就是我們的一個小機器人是吧 這我們升過了 不是升級了一個什麼墊嗎 這個還能升吧 領取 可以 聚合噴射 安裝 QE Q 懷哥這個玩意兒 武器升級後再循環式新增一枚電池 什麼意思啊 你無法使用此能力及所有負能力 是兩個不能同時裝備嗎 這個零一下 這個零一下 元素不可用 使用技能QE 聚合噴射 使用聚合物來強化冷凍電機的效果 應該是材料不夠 後面在什麼 這機器人應該很多的 需要聚合物 就是個什麼機器人 把貨還是要掏一掏 有些貨這裡面東西挺多的 都掏東西 你升級不了 這地方也太黑了 掏完了 然後怎麼出去啊 應該從這個火坑底下跳下去 來上 這裡 真棒 又你們壞了 現在怎麼辦 直接跳 應該是電被缺了 重結一下就能恢復正常 也就是得找到段路器咯 這他們上哪兒找去 電線都在牆裡走 我要怎麼跟 掃描功能可以探測電輻射 掃描功能可以探測電輻射 讓隱藏的東西無所遁形 還在下面 在這兒 完了 這是怎麼 這是哪個快線可以一件事 兒 公務室也鎖著 真他媽的好啊 這次要鑰匙 打降職也不管用了 親愛的查爾斯 我猜你下一句是 我也打不開 確實打不開 但我能幫你把鑰匙坐標設置好 應該 就在附近的辦公區裡 這還差不多 小黃車估計 估計要三月中旬了 差不多 三月中旬 不這個怎麼開啊 還需要鑰匙 這個好像光用手打不開 需要鑰匙 得掏個鑰匙才行 這好像在二樓 正好也在二樓 當心 那邊有個蒲公英安保攝像頭 千萬別被發現 不然就要被機器人包圍了 小事兒 先扔個東西轉移注意力 再用電磁脈衝解決掉就行 小事兒 我的電磁脈衝是V是吧 心念搖桿之邦 怎麼能這麼不小心 該出手時就出手 開槍就完事了 大風車嚼起來就好了呀 這遊戲還搞什麼潛行 應該是按V鍵給他弄了 我一看以為在左邊結果在我右邊 但是第一視角大風車估計大家看起來挺暈的 沒辦法了 其實原來那個重P還不錯 這裡搞得還挺暈的 完了我又按到那個 我又按到X了 把這個房間開一開吧 有些貨還是得掏一掏 查茲是查爾斯 那彼得洛夫怎麼逃的 兵可比老百姓還多 只說有人暗中相助 又不是獨立作案咯 但那些同夥不是滅乾淨了嗎 還有那我們的 還沒有確託訊息 一切都只是猜測 行那就先不管了 直接開圖 其實工作人員好像都死了 科學是豐收的觀景 好 掏乾淨 沒有沒掏了吧 確認一下 這東西不用看啊 這是個答案 左手反覆查是一個掃描 相當於是一個掃描 就你可以看哪些東西你還沒探索過 或者有哪些隱藏物品 你可以看出來 防止你搜查的不到位 找到了 現在可以進端路器內湖了 不過我得先搜刮一圈 升級武器還缺點東西 手裡這玩意太不好使了 好吧我還能怎麼辦呢 誰要頭我先改個劍 好啦 這遊戲近戰的 倫起來挺爽的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會比較暈 啊 這有 不是這玩意啊 我剛剛是怎麼下去的來的 這裡現在這個門關住了 所以我就往這裡一跳 我跳下去 對 他敵人動起來比較快 用槍的話呢威力比較大 好嘞 剛好放下 不錯 看著跟曲奇餅似的 查爾斯 這個鑰匙蠻奇特的 覺得什麼 覺得餅乾好吃嗎 最後一個難度小拳一怪 小小小怪一拳三分之一拳 這麼恐怖的 光速解碼器 是非能動暗保系統 裝了極光中擊器 這我見過好多次了 要色彩馬來解 我們手頭什麼馬都沒有 你得靠邏輯思維來破解了 操 那我幹不了 只能等他自己關了 什麼意思啊 被動暗保激光模塊 通過將磁通量按正確順序排列 解鎖被動暗保激光模塊功能 行了有電了走回去 我也就不說主播的領悟能力怎麼樣了 作為一個解謎大師來說 只需要簡簡單單的兩步 直接就解完了 坐邊 拿走牛 我猜測有些人又要說了 主播肯定是運氣吧 什麼緣分到了 我另外設了個坐標 找起路來方便點 我是自己沒長腦子嗎 你不說我也知道該往哪裡去 主播九個按鈕 看一眼 兩眼之內 我得直接解決 細節 找到磁吸門使用電震波 按V後對水平磁鐵發射 發射電震波 把他給震壞 對敵人使用電震波 以阻止其前進 甚至降大擊殺 但這個V 他CD還挺長的 看有沒有攝像頭 大家都說 周六集周一 但我還是希望 你們 這個Q鍵到底有什麼用啊 這個Q鍵到底有什麼用啊 藍圖已解鎖 銳點消人斧 按住右鍵點Q是技能 對他右鍵長按的時候 你看他會有一個 像這個蓄力條一樣的東西 蛤 不是我這弄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啊 我還能出去嗎 可以 那這東西有什麼用 不是我這個是蓄力了 我這右鍵長按是蓄力 這個應該是蓄力沒錯呀 拉到最滿應該是蓄力最猛 一下可以秒掉 那這個Q就是純粹 設一個聚合物 按住然後按右鍵 我看到 Q鍵先按住 然後按右鍵 然後開動 應該是噴在別人臉上的 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把別人動住 應該是這樣 到窮前 尼掐依夫少校 升級 消人斧好像升級了 我來看一下啊 升級 有個什麼柄好像 任補 剛製任補 增加能量獎勵 強力劈砍 這是樹皮 然後這個是大豐車 大豐車可以升級 握把 人体工学握把 缺材料 聚合物差一点 插装模块 差一点 伏柄可以换一下 伏柄 伏柄在哪里换 伏柄应该就握把了 但是不行啊 你看它差这个材料 聚合物差一点 它有很多种材料 巨多材料 这个叫什么 生物材料 应该是敌人身上掏的 现在还生不了 仅仅是解锁了一个蓝图而已 只是解锁了一个蓝图 我这个喷出去的 这个白色的东西 会消耗我的聚合物吗 现在生不了 走吧 然后后面再生好了 应该问题不大 看我的大风车 来了 不是这蓄力好像没什么用 感觉还是树皮好 树皮能秒杀的 树皮也不用蓄力 直接一下子 披在别人头上 这个适合被团团包围的时候 可能好一点 其他情况下还真的不太行 我这个能做 哎呦 哎呦 满血 哎呦 满血 哎呦 满血 哎呦 前面还有货帽 我这个看 我这个看 果然 能在聚合物当中游泳一个 谢谢龙腾卵飞送的 B型蟹冲开一切所有小王冠 他这个聚合物 就像一个水道一样 就在一个洞里面 狭窄的都是 都是那个聚合物的洞里面游走 就像一个通道 太怪了这个玩意 这玩意儿太怪了 就是这样 我这存到点太多了 能掏的祸实在太多了 我现在能升个级了 赤虎斧 我还看到一个 这游戏还是斧子爽一点 我要弄点聚合物 他会给我满 晕三滴的真的玩不了 我说句实话 我跟大家说一下 晕三滴是真的走不了 太晕了 低温喷射 聚合喷射 聚合护盾 大规模 心念 摇杆 抓握效果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使命齐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 神经聚合物 你达到一定程度 可以解锁这些东西 但是 我看看 安装 我现在Q剑是不是就是这个聚合喷雾 对吧 然后我刚刚领取了一个聚合护盾 然后绑在E上面 我应该待会儿应该解锁一下 这个大规模 心念摇杆 这个感觉挺帅的 这个电磁 电磁攻击应该就是绑在V剑上的 赤赤赤赤赤赤 赤胡斧 看上去很帅啊 他这要多少资源 80杠125 我的天 我能不能把我的枪拆掉 或者把我这把瑞典斧子拆掉 把它拆了 看看能得到多少 背包 怎么把它切换 怎么拆解 你将收到91 123 可以 我拆了 应该 应该不会出事吧 我拆了 这初线斧子有什么用呀 直接做 直接充足 赤胡斧 直接搞上 斧子呢 这机器人怎么不说话了 我还很期待呢 怎么不保养我的斧子了 好像有点短啊 吵过了 怎么感觉有点短啊 这什么意思啊 右键蓄力 酱皮 那我问一下酱皮 跟我这个反手皮有什么区别吧 这 完了 这好像是个单手服 出上了 感觉要 这感觉要后事 感觉要后事 看能不能升级 伤害 他应该是攻击速度快一点 应该是攻击速度快 瑞典消灵斧 他的伤害比较 他四个 赤胡斧是多少 三个 伤害低 但是他攻击速度快 然后范围也比较小 就是攻击速度比较快 就类似于Dark&Dark里面的那个 小斧子 伐木斧 相当于伐木斧 刚刚那把是双斧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武器的挥动速度相应提升 我感觉我弄坏了 感觉得出事了 神经聚合肌肉反射器 缩短强力机的准备时间 减少那个蓄力的CD 这个还没有蓝图 这个可以安装 插装模块 这个不要了 感觉没什么用 把这个提升一下吧 继续加快速度 算了算了 这种东西消耗那个材料 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太大意义 聚合护盾 抵御敌人 并立即进行反击 读个打 我要不出去先批两下 看看情况 有没有怪给我批一批啊 有吗 好像没有 是有点像神话剧 这些名叫原始之心 新游戏啊 原历图 找原历图 呃 这 这是 战长 脑门子战长 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应该到后面了 没有原历图 揽车就开不了 吓得死死的 原历图 呦 操 还有气呢 原历图 找原历图 他已经死了 这儿没活口了 你傻子这干嘛呢 揽车开不起来的 不可能 找不到原历图 我就动不了 都是残存的神经聚合物技 死者在生命体征 消失后一段时间内 还能与人规划 你说的原历图在哪儿呢 原历图 就原历图啊 叫你开缆车的那个 哪儿去了 这 战长待着 他跑得没我快 不成了 死了 不光是战长 这儿的人全死透了好吗 战长死隧道里了 隧道 死了 动不动了 我亲眼看到的 找原历图啊 这种宏伟的机器 你确定的戴着 战长带着原历图 没有原历图 揽车又动不了 战长带着 空中去找他 找他 找原历图 剑谈的尸体一个 这个玩意儿我现在能开吗 还是说我要往后面走 我才能开 应该是要找到这个的密码 不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彩蛋什么 给你个好东西 应该就是要找原历图 找到之后再回来 原历图来开这个玩意儿 来看一看啊 这里没有什么露过的东西 剑谈的尸体弄到了 往前走 就是要原历图 这里好像是我刚刚过来的地方 有了 原历图找到了 原历图 哦 OK 查尔斯 所以跟我说话的不是什么死人 是他脑袋里的神经聚合物 可以这么理解 神经聚合物记忆存着本人临终念想 不会立刻消失 呦 那能坚持多久 不好说 短的一分钟 长的几天 但时间越长 信息崩坏的也越厉害 懂了 那他们念叨的东西 也不一定多有意义 应该能成吧 缆车线路已启动 欢迎各位的试客 请根据车票信息 你还在说话 等下再不 运用原历图 缆车就开不了 死人会说话 这什么道理 原历图找到了 坐上缆车 这缆车看上去还是蛮原始的 8 7 6 6 出 隧道里乱了呀 不是 配音好像出问题了 数到6 然后出 被被主角的这个配音好像直接直接卡过去了 发现一个小八个 哎呦 哎呦 为什么走边的那个缆车这么快啊 上面还有机器人 啊 我吐了 完了换了这个短手斧更加晕了 就在那按批我的 越来越晕了 闯祸 完了这上不上去啊 完了这怎么上去啊 哦 有根管子哦 我还会是要抓到那个边我还没错 是这样摔下来的了 视角晃的想吐 那我只能这样了 我再我再调一下好吧 镜头晃动强度 前面是0.8 我直接调到0.2 只能这样了 可能是晃的太那个了 行吧 就这样 把这个镜头晃动给那个调低一点 完了不是又回到这了吗 啊 应该是往右 不是往左 往右点 确fect Et 竟然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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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对啊兄弟 完了 往右跳 他只能顺着管子 然后往右拔 不对 不能往右跳 难道是这顶上再拉一下就上去了吗 也不对啊 这就跳不了了 他左边可以伸手 不对劲 我再看看 应该是往右干 转视角一跳应该就行了 不用不用按右拣 我看到了 我知道往右边 左边不行 往右 只要看着这个方向往右跳 然后再抓住 再往上再一跳 BB惊人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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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操 吓一跳 修修 你反应 我的妈妈 那还用说 哼 不然早死八百遍了 不是 刚刚有个就是钻过去的大机器 像个那个爆脸钟一样的 就就类似于像个盾勾机 顿勾机 这个距离能过去吗 兄弟 我这方向没错呀 我应该往右跳一点 因为这里比较短 这里比较长 往这个方向跳 三二一走 好了 最左边还不行 太尔斯 我记得那是钻子对吧 用来打隧道的 是的 钻子连钻石都能一眨眼就转通 将来征服太阳系其他行星的时候 苏联车要把这东西都捉住 这个洞必须要降飞 好了好了 进来 现在应该不是特别晕了吧 人物走起来几乎没有晃动了 我怎么安静 现在该不晕了 但现在就画面没有那么动感了 其实我们自己开发的钻子 为什么进去出口海外 为什么进去出口海外 钻子太先进了 只要把它放在地面上 什么地铁系统 什么隧道 它补出一个月 就能给你滑出 就是个高级断钩机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上头的人 打算带到月球上去 挖隧道 改造环境 而且 钻子身上 还有一层尚未标记编号的 PTA杜克护甲 印度堪比坦克 这就是尖端科学的产物 当然要列为最高亲密 你说讽刺 怎么个讽刺法 你看 我是个机器人学校 还是钻子开发团队的 我一听说 机器人在攻击人类 立马就赶过来了 想先把他们都关机 结果 反倒让他们钻成了一堆罪肉 这还不讽刺 控制面板 都埋在废墟底下了 现在那些钻子 钻子也都失控了 就在那一个静的 歪歪歪 鬼小的他们在那挖什么东西 看着跟梦游死的 真想知道 他们都梦了什么东西 钻子的开发 你也有参与 我可是渊老 这里从无到游 我都全程参与 以前的地方 是没有人造海洋 田园和森林之类的环境的 更别说缆车了 一眼望过去 全是山脉 现在 根本没人会停下来回想一下 这地方 以前是什么模样 光秃秃的山脉 能变成今天这幅模样 都要归功于我的钻子 是我们一栋山脉 变定了整个基础结构 可钻子现在在破坏自己 一手打造的成果 技术人员的尸体 我们能跟技术人员的尸体 技术人员尸体对话 是不是因为他们装了那个 就是神经控制的那个东西 思维控制的那个东西 就那个装置 然后他头上有个这个 有个这个玩意儿 就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装置 他们装了这个东西 人死掉之后 估计还能读取他里面的思想 然后可以跟他对话 应该是这样吧 好文字 不好意思 我这赶时间 这个东西 好文字 这黑漆漆的隧道看着亲切多了 刚刚哪车是他们人坐的吗 一般来说 坐下缆车 3826号设施地下区域 就哪都能不去了 这次特殊情况 下回来再试试 哈哈 谢了 我还是上去坐十一路吧 我的个天 总算到站了 这一路真是 正在往此瞬间 不是我看到有些兄弟在问 他说为什么能跟尸体对话这游戏 我就跟他们解释一下 可能我解释有点问题 好吧 反正就通过一个神经 神经的东西你可以跟他就是对接 就像我这个手上的触手一样 就这个玩意儿 这个触手 就这个触手 这触手可以汲取什么那种知识 知识可以直接通过针什么打进去 好多个任务目标点 这个门怎么进啊 嗯 上面这个门好像也没有那个反磁力装置 骗不了 存档点那有个门 我来看 这个门 进来了进来了 哦 激光木墙都来了 安保真严格 这绝对不是放着玩的 后面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少校同志说的太对了 后面就是调度中心 那我怎么过呢 竖着进去碎着出来 全面有维修小战 可以升级一下装备 提升激光抗性 救命啊 又要跟变态冰箱打交道 怪吓人吗 不曾教 你总算来看我了 喝了好久 好气 我要过激光木墙 给个活命的法子 大宝贵小傻子 太冒险了 你就该跟我带一块 想抓生个酒 做事实 给我激光防抗 妈 真的粗暴 快点 想吃你的菌和物 别被他绕进去了 我们赶时间 好嘞 别听他的 他就想把我俩拆散 把手套扔了 我们在一起吧 怎么 你养了 还 还 还逼不掉啊 我都百分之一百了 那我只能签一点 哈哈哈哈 不是他应该是游戏声音太响了 盖不掉了 选择技能 获得技能 诺拉之吻 一定时间内 承受致命伤害时 可以维持一点生命值 充能完成后 可以再次使用此能力 行吧 知道了 自然找了给你 赶紧先帮我装激光防护 防御系统已开启 跑过去试试 痛啊 劲儿挺大呀 我差点就没了 差点儿 没事 万一说什么烧话的时候 我就把他那个声音调小一点 我在闭 只能这样 你没事吧 走就位了没有 你先顺利吧 宝贝儿别担心 我好得不能再好了 手术完全不痛 那就好 你现在得赶紧出来 有个男的找你去了 带了武器 还带了这世事的巨猴手套 肯定是歇歇诺夫的人 拉丽莎 你跟她说话了 她刚才被钻子袭击了 我们的人把她带回了幼势 我当时也不知道 总不能看成是想死吧 就不该救她 不然事情也不会这么麻烦 这比特洛夫前面好像没有出现过 在那个大阅兵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 我们在出口碰头 宝贝儿我马上就到 但愿我们还来得及 愿望不能随便许 举起手来 维克托 什么情况 你笼子吗 给我双手抱头 维克托 你他妈谁啊 维克托彼得了 我不会再回答你其他问题了 跟我走 去切洛梅 快想办法出来 切洛梅 噢行 少校同志 有人入侵 什么 有人入侵 警告 警告 红色锦裂 综合锦即将封闭 他还真会使唤机器人跟在自己家似的 妈的还把门锁了 彼得罗夫逃跑的时候带了个移动电源 这种球主能给紧急封锁系统供电 他在墙里 你听不到吗 有东西在到处乱窜 我好怕 我真的不想跟街道大粉啊 没什么好怕的 你都 死了 我知道 我还活着的时候 就起眼看见死人 还想重新爬起来 我不想变成那样 我怕 怕什么 机器人 机器人下手快很准 没什么好怕的 干那些东西 少校同志 他残存的聚合物器就要消耗光了 明白 聚合物器人 就是说除了机器人 还有别的东西也在这杀人 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 但总不至于 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吧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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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们说子弹多呢 我就掏一下吧 这是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 一定要这么拿着 球主这种装置结构复杂 性质不稳定 不能和其他东西一起挤在背包里 很有搞不够吃 嗯 会爆炸 不一定 但球主肯定会实现 球主 那我就这么拿着呗 球主不怕撞 掉到地上没事 扔出去也行 这你放心 是吗 我先忍一下我先掏到货 早说呀 我还会忍出去就爆炸了呢 把货先掏上 我掏上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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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子弹也换不了啊 男人球砖不能换子弹打 那枪确实伤害太高了 离这么远的一枪打死 这机器人也是怪的 他球拿着还不能掏货 因为掏过是通过你的手掏出来的 你的手拿着球主你就干不了任何事了 这也太僵硬了 但听起来确实非常合理 确实非常合理 这个中间是什么玩意啊 就是个啥 这游戏XDP免费啊 XDP免费 游戏更新了60个G 刚刚直接给你弹出来了 是不是就放这儿打 XDP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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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罗夫干的 小心点 载货机特别有 斧子砍不动的 是疯子就要电疗射口 特别是铁割的 刚才拿球的房间有把手枪 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封你一天 好吧 如果有的话我喊你生哥 好吧 哪里 这里就拿球的房间 哪里有手枪 哪里 哪 哪里 哪里 哪里有手枪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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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5316哥 咖啡哥你好 咖啡哥 这个扫描这 哎呦 扫描我得改个建议 这Alt老是按到X我 说啥我 确实Alt会帮你看到有很多你错过的东西 我这是干嘛的 我这是干嘛的 他这个东西吸进来的感觉就 声音听上去很怪但是又很爽 想办法进入上面的聚合物 疯狂的知识 尴尬啊 太脚硬了 是不是这里就能进啊 这里进不了 游戏名叫原子之星 应该是要站到一个插车上 让这个一停我看看这个规律 我看这个规律 应该这个插车还不错 这个插车还不错 我站到这个插车上 不对啊 跳不上去啊 破架上 跳起来的空中可以闪逼 等等 我到这个球附近 应该从这里直接跳进去 我来看一下 哦 是这个货 他这个是 这个车会捧着一个箱子 应该是这个 停这个就行 就停这个玩意 停 完了 有点停片 嗯 嗯 好像我进错了 不是这个 应该是往上从那个洞到这儿 然后再往上一跳 再碰出来 我在哪儿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到另一边 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怎么还又回来了呢 看一下情况 表面开始月球 实际是文学 想要打开 就得往洞里平易的染罐 你们知识分子 连锁都要搞得这么花哨是吧 行 去找罐子了 齿怪怪的 声音倒是不错 这是未来电台 是的 天眼研究院的 练别杰弗博士 根据非交换性量子数据原理 开发了一种非线性算法 查尔斯 嗯 说人话行吗 不好意思 查尔斯流行不许 天眼研究院 已经研究出运算 未来音乐电波的方法了 毕竟造的不是时光机 这些电波都是模拟出来的 你现在听到的 都是针略性数学运算的结果 这种算法 也是以神经聚合物为运行基础 特别复杂 厉害 是月球 纪念的自然是月球计划 这也是苏联 在泰国探索计划中 取得的首次位大神 星空三八二号 射程中下 气力打造的行天气 以成为天气 精损地让 这些人将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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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余花还可以吧 有些场景不太精 有些场景不太精 够 又 乔乔这是什么 找到一个 我给他塞满 现在塞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通过这个 这里面还有鲤鱼 我的天 这里面是不是不能逃货了 我的天 电脉冲枪蓝图一纸锁 他这个蓝图好像就是随着你的 进度来买买车 不是你自己找的 我可不想喝他打招面 收下同志 小不忍则来大魔 和他互动起来是不舒服 但谨慎其间 还是想看看他那有没有什么用得上的东西 要是能搞到把好武器 那也算是值了 第二个 不是我掏到 掏到之后立马走不去 小怪儿你来了 小年想的都睡不着觉 你把那手套拆了呗 嗯 下辈子吧 你生气的时候好帅 对 就这么罚我 凶 我 前后天又掩在了一条恶心的鼻涕虫 我是不是个坏孩子 什么 你又杀人了 谁叫你那么久没来 人家等着受不了了 总得想办法 学些火嘛 闭嘴 还有完没完 别为了这种小事动气嘛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绝对合你为可 要不是现在还有求于你 真想把你的插头给拔了 哇 这么小啊 火会很大呢 电脉冲枪 宝贝儿喜欢吗 能量武器用不到子弹 而是会通过揽线 消耗手套的能量 可用心了 有意说意 确实有意 不过你能不要再随便杀人了吗 哈哈 群到深处男子精吗 麻烦你尽量轻易进行吗 都他妈什么事 怎么找不到啊 感谢香山赵之送的冷灯白 谢谢龙腾卵飞 我天 就这样看一下威力 我这右下角是血条吗 他是消耗我的血条去打的 还说右下角是我的能量 我吃个血 斧头砍怪 斩能量 血条应该是左边的那个 右边这个应该就是我的能量条 应该是能量条 没错 插尔斯 彼得罗夫要维修小战有什么用 他干嘛整天惦记着控制诺拉 这人明明武器都用不上 那么多机器人给他卖命呢 这叛徒也知道 涉事员工要自卫 涉事卫兵也会去找威力更大的武器 他怕的就是被揪出来 一枪打爆狗头 估计就是这样 彼得罗夫按理来说 是没法控制维修小战的 可是诺拉的算法还是被破坏得很厉害 有的有的 他总共有四个武器 三位 满嘴昏话就不说了 正经武器也不会造了 只会吐垃圾 第二个了 比如说这个游戏现在有很多AI换脸 不会就是把冰箱 那这么大个冰箱怎么换上去啊 怎么弄啊 怎么操作的 是我掏两个了 还能再聚采 行了 应该解锁了 他们说的有什么可以AI换脸的什么 大都没边 什么 经常访问诺拉维修小战 不要忘了学习主动技能 学习主动技能并升级你的武器 谢谢诺夫就喜欢这种射击 这是哪来着 种子档案是 我维洛夫综合体的核心区域 各种植物的种子样本都存放在这里 为后续针对月球和火星的适应性培植做准备 这些独门培植实验效果超全 但随时面临着伸传的风险 我得进啊 这三个小箱子得进啊 脚本脆 消消 他们本来就脆的 都什么时候了 还平嘴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个什么怪啊 这底下是不是有什么好货啊 这后面这么深啊 只要配 只要这个冰箱的配音太顶级了你知道吗 我不会刚刚一枪没打中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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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有好多貨沒掏啊 我看看吧 這隱藏的貨也太多了 這好像在背面 這個底下是怎麼上去的 算了不掏了 這個貨估計你得跳上去跳到頂上才有 有些在最頂上看到沒有 在這個最頂上 頂上有兩個大寶箱 走吧走吧 就一些材料吧 有可能有可能到最頂上又掏到辣 好像有些東西本身就是在這個二樓的 能上來啊我的天 怎麼音樂突然這麼帶感啊 授權 這斧子確實不太行 這個電脈衝槍其實還可以 主要這個子彈不用去考慮 子彈還是不錯的 就直接消耗 火焰插裝模塊 剩下這個電脈衝槍吧我覺得 我有解鎖什麼新武器嗎 除了這個槍 沒有這瑞典小人斧被我弄了了 好像沒有 這小小小也一般 感覺這個剁肉刀比較牛逼 升級下這個電脈衝槍吧 看能不能升級 機運 這個需要藍圖 能量吸血模塊 有一些他這個東西是要在這個地圖上找的 在一個寶箱裡會有一個能量吸血鬼模塊 還會告訴你位置 電磁脈衝產生器 但這個沒材料 槍管 提升傷害 提升一波 沒了 沒了 卻聚合物 不是跟輻射同一個公司 這好像是個全新的公司做的 做得還不錯 他們好像第一次做這種遊戲 還可以 我技能是不是還在提升一下 提升一下技能 這是個小公司好像 電震波使敵人帶電 我現在是有61個聚合物 諾拉之吻 野豬衝撞 連續升級制服 提升生命值的上限 極速彈裝彈量提升 這個是個人角色的神器 沒什麼用 現在死不了了 低溫噴射 我想憋一憋搞一個這個 心電搖桿 可以把所有範圍內的敵人 全部都舉到空中 可以把它抬起來 武器人體工學 明智地使用能量武器 槍械和近戰武器 以便有效地分配你的資源 欸 劉淑 這裡儘量不要漏套什麼火 看 用語 這個管子 從這邊到那兒 管子爬下去去 可以去那邊掏貨 上面跟個大迷宮一樣 一旦有個大迷宮 啊 啊 解尔盖 還好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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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槍威力太小了吧 怎麼辦 我就下來了還能上去嗎 啊 喔 我得拿把死了 能量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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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玩意兒好像只能從上面滑下來的不能回去 下面能上去嗎 下面那個電梯可以去嗎 我來看一下 應該可以的 我以為這邊上面能過去呢 直接跳下去不會死吧 我叫一下 哪有電梯啊兄弟 這好像是刷怪門啊 只能通過這裡爬了這裡可以爬 爬了是不是有怪在打我 提示呢 不是這個電梯是那個 就滑下去了 我得到上面再套套貨 上面那個右邊還有個大寶箱呢 那邊那個提示點是一個東西就往下走了 應該是這 再往下跳一下 但這邊為什麼爬不上去了 往那 再上來 這地方太黑了 對了對了對火 然後再往這跳 然後再跳到這 再到這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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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大噴子熬一下 又來了是吧 好 來 好 好 喔 快 ele 咱們 这货在搞什么东西啊 这玩意啊 这无人机可以自己造一个什么炮台这种玩意啊 我进来了 这个房间里感觉有好货啊 蓝图 什么东西啊 马卡洛夫手枪弹药 垃圾 还是烹子猛啊 兄弟 台阶可以下去 等一下啊 跳到这个上面 就一些解冰元素蛮多的 再提升一个 OK 上来 这里还有个大宝箱 这里是我来的地方 我看看怎么到那边 到这个栅栏后面怎么过去 到栅栏后面 还是蛮简单的 就从这一跳 我再打 往这儿一跳 再往这儿 再跳到上 还是打喷子刷 再往这儿跳 再往这儿 他喷子关键很远距离也能直接秒 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爽 过来了 这种一般隐藏宝箱应该有好货 含有神经美的小胶囊 结果没有 都是些破材料 我看一下 再爬到这个平台 然后再从这个管子抱下去 我看一下 管子跳一下 抱住管子 我好想玩 嗯? 哎呦 哎呦 我操 哎呦 过日 救命啊 应该把这个关一关哦 不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实在下来我回头一张脸 我操在我脸上 他妈太吓人了 兄弟 真的恐怖游戏哦 这这应该有好货了吧 大黄箱子啊 啊 也没货的 哎呦 这么一个好地方 结果搞了半天没货 我是从这边下来的 没了就没了 就是 就这样玩呀 他完了 你看 这么一个好地方 重兵镇守的一个地 就这点我啊 失望了 突然间失望了 这边处有个蓝蓝的小点是什么东西啊 那边那个是什么 我得回去了 我看怎么回去了 就从这边再过去 再爬 跳到箱子上 然后往上一爬 抓住 然后 往左 往上 再往上 再往右 全是零件 我还会能跳到什么蓝图呢 搞了半天没有 一棒 讲道理跳到这个上面感觉已经可以跳上去了 有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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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只有一个药了 炒过了 我在哪 这是哪 哦 这是哪 行吧行吧 就这样吧 差不多了 我直接走了 应该是要开这个门 要问题不打问题 哦 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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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块 啊 時間到了把炸掉人死掉 肯定是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露燙的火 炸肯定有個好東西 牛馬 盡頭 彼得罗夫 我知道你在這兒 即刻投降 別想逃跑 再給你十秒鐘考慮時間 從生物識別信息來看 這就是彼得罗夫 怎麼會 腳拔脆 草 真是他 熬鱗血 我就知道會這樣 巫師巫師 批三呼叫 這裡是巫師 孩子 找到彼得罗夫妹 找到的時候已經死了 再火機把他腦袋 碾了個稀巴爛 麻煩 本來只要達到他腦袋裡的代碼 這事就都了了 對不起 謝謝奴夫博士 我晚了一步 那只能另想辦法了 他有沒有隨身戴戒指 驚的 有兩枚 呃 沒有 只帶了球竹 知道了 批三 你馬上去國經展覽員報到 有更嚴重的事等你去處理 比彼得罗夫還重要 斯托克豪森在國經展覽員等你 他會解釋的 動作要快 時間不當人 孩子 都聽明白了嗎 收到 武士 即刻處罰 解謎他有一些還是重複度不是特別高的 我們想要他改了一改 解謎這塊都來確實不錯 重複度沒有特別高 有個大寶箱啊 你會選擇 能有其他事 這個 这玩意儿能抓住这个边缘的 大哥你早说啊 能抓住这个边缘的 不是啊 这能直接抓的一个 我还会还是让那个小车呢 能直接抓上来 逃完了结果没什么喝 你们说是这个宝箱吗 还是说后面还有个大宝箱 宝箱后面还有 来了 来了什么玩意儿 火焰插装魔怪 那边你 那边那个应该就是刚刚那个尸体 应该不用再去看了 还说还有个球啊 我还有个球 这球带着吧 大分析现在这个球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很僵硬 也没什么地方好像可以塞的 就这个外面需要塞一下 这带出去有用吗 打着吧 哦 两边各需要一个 需要的 确实需要 下面要塞 你不塞没用 必须得要塞 好 嗯 警告 赤四八点七 危气后读书不理想 无法发电 完了,又要挂子了 这也太黑了 需要四个罐子 高温车间,藻类车间,卢药车间,低温车间 那就还是在刚刚那些地方了 左边开了个门 今天礼拜一云哥本来就请假 他本来就休息 是啥玩 这俩不对了 优化的还可以吧,还行 应该是这几个车间应该都在一起 想办法进到锅炉房里 普通神,普通神经没叫呢 这个能打吗 打不了 其他人真是不要离开封客奖位 不知道有没有了 我不想找太奇了 找太奇这很麻烦的 能掏的就掏上吧 我怎么又回来了 正在保存数据 看有没有新花 这数字别生 就生生了吧 我觉得就生生气呢 你得给他暖暖身子才行 不过 你别管他了 我可比那个黛特好多呢 焦巴翠,起码人家术不会说话 宝贝,没你我要寂寞死了 会吗 我好像可以用这个了 大规模星链摇杆 直接替换掉Q吧 安装 Q键那个没什么用 优先是什么呀 兄弟们 这个角色的能量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这个 右下角那个充能条 但他这个 第一个能量密度说什么 再循环式 新增一枚电池 是什么意思啊 我能按阿剑吗 他说你无法使用此能力 及所有负能力 所有能力的花费均会退还 是否确定 优先升级角色 这不敢点啊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角色线没什么好生的呀 野猪冲撞 提升生命值得上限 这个是装弹量上升 29 罗拉指纹 要不这个升一升 游戏单机的 没有连接 就这样吧 大规模星链摇杆 大规模星链摇杆 我的天 我们说哪个房间有个箱子 是这个房间吗 这游戏的核心确实在于这个大冰箱 我现在需要找到锅炉房 应该是在这个下面 我找一回 找一回 警告 高温车间的温度 应该的发现错误 停载地在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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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抬起来有什么用的 波炉好像要炸了 好像不能扔出去 他到底怎么办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这儿没有相关数据 啊 行 我来想办法 这东西我羡慕 是做低温试验用的 对吧 对 这叫华氏温标 是个装满了低温聚合物的球主 专门用来给温度过高的 不知降温和温和压力 我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扔进锅炉里 这管子怎么进去 怎么给他们降温呢 好像是得要塞到这个管子里 我看看啊 上面有个透明管 这每个透明管估计都有一个 应该有个总的一个进口 是不是这儿 不对 这都风起来了 看里面 应该在这房间里 直录一下就吸引血了 给过路降温 把小货掏一台 看房间里还有火 那个桌子还有个火 这 这个 现在要多拿几个球 就我那管子里面一直塞了 嗯 还得换口 现在怎么弄 直接把这玩意儿怼进过路里就行了吧 卡住了 我来看看 我看这个球去哪儿了 哦 这个球现在在这儿 没有 有机会 的人 在这儿 你们不能买到我了 的 终于不是 那要不够 这个球自溜一下进去的感觉 感觉观之灵一定很熟悉 这还要你这个球自己引导的 就球光塞进去没用 还需要你来动 就光光塞进去是没用的 就进到里面你还是得 得要把它往里再推一推 这还有语音提示的 怎么这么还有语音提示的一个 不是 他自动会有第二颗球出来的 我刚才塞过了 我刚才已经塞过 那个就两颗球了 走到岛山了 完了这不对 这管子挺长啊 可能塞的位置不对 可能塞的是另一个地方 好 你二个也搞定了 瞧瞧谁是老大 这破主意到底谁想的 我再也不想往馆子里扔拖球了 烦死我了 忍忍吧 真要我们才能离开瓦维路组合体啊 怎么好好的门不走 非得 非得走这种门 现在恐怕也只有这种门能走了 死属无奈 这次应该往右了吧 右边刚刚有岔路吗 我看看 右边这个好像不行 右边这个是直接通这个的 所以还是往刚刚那走 还是得往左 右边那个再往左就死路了 还得往左 左边我前面是往下的 对吧 我那大部分的这些配音工作是 都是这样的 你帮啥呢你帮 哎呦 他完了 取回耐热聚合物关 看有没有漏过的东西啊 应该没了吧 刚里面那有个蓝色是什么 没有 在学院看 没露过的东西 没了一个是塞罐子 一个是档案管 没了没了没了 带个纪念笔回去 一个黄球 一个蓝球 黄色是能量球 也是这扇门 卧槽这鬼地方到底有几扇门哪 少少绣同志 怎么 有何指教 我做了什么措施吗 买个图子找回去 总感觉你在收我的气 啊 抱歉 我没再怪你 觉得自己不争气罢了 为什么 彼得罗夫又不是你杀的 他把机器人当枪使 机器人反过来杀了他 就这么简单 谁杀的根本不重要 说好了活捉 现在事情就是没办成 这任务是谢金诺夫给的 他救过我的命 让我很好 在记忆里头 我完全把他当父亲看了 没想到让他失望了 少校同志 你还记得多久之前的事 诶 两年多吧 受伤之前的事都记不清了 但这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地位 什么事都能忘 这一点忘不了 理解 但不必把错都揽到自己头上 没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不道理的 我就是辜负了谢金诺夫博士的信任 他失望 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如果是因为这个不好受 那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不是你一个人有这情况 什么意思 你应该在楼底下 谢金诺夫同志 不止对你一个人失望 这么说吧 就没人能 完了 这一按把这个配音给弄没了 妈操 这冲好像冲不过去啊 要从那边的平台过去 这边过应该是直接过不去的 高温车间是用来干嘛的 合成耐高温聚合物的 不过这里的大部分研究 都是为了培育耐高温植物 哇塞 这种聚合物的主要成分 是瑟瑞斯仙人掌的精华油 实验室里培养耐高温植物 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是打算绿化沙漠还是干嘛 差不多 他们打算拿这些植物去改造火星 改造火星我的天 这1950年已经想改造火星了 再到这儿 温度稳定后 罐子会自动挂满了 取回来 这样就可以回去了 我看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挑起啊 好像没有 这里好像没户 这里一眼就看完了 没什么不对劲儿 我们最好先回去 那等一下又出什么幺蛾子 少校同志 找到菲拉托瓦医生了没有 你说帮彼得罗夫大开杀戒那位 还没 他还在外面过去偷生呢 千万别让菲拉托瓦医生受伤 他要是有危险 你得过去保护他 明白了吗 什么 那婊子害得我在死人队里打滚 你还要我保护他 搞什么鬼 他根本就不知道 彼得罗夫是个疯子 更不知道彼得罗夫要杀人 他被那叛徒给利用了 现在还一直在下面那个设施里 一直困在里面 场景一直很久没玩 太便宜他了 这叫公正 菲拉托瓦是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且其诺夫也是信任他 才把人进互联的大集体研究交给他的 绝对不能让他受伤 少校同志 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我记住了 这种游戏上来 肯定给你场面搞得宏大一点 成了 后来就在这种小房间里接见屁 他应该就是个线性故事 没有什么开放世界的 你预想当中会很宏大 神尚其实也就是这样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一个解谜到另一个解谜 根据他的线性故事来 完了这里面这个怪物有点疯 这是什么怪啊 是哪儿来的 我怀疑是叶牙感染士兵尸体的产物 不过我也不确定 不确定 他妈 你逗我呢 反正我是这头 这头怎么变成一个蒜头 以前也没出过这种事 我靠 到底怎么回事 我猜彼得罗夫弄出来的故障 害的这些叶牙也不对劲了 害的这些叶牙也不对劲了 我来看看你 我看看 看看你是什么效果 会扑是吧 哎呦 感觉逐渐要出事了 原本之前砍的都是机器人 现在开始要砍人了 掌握了 机器人反正不带血带 这东西要掌握了感觉 原本砍砍机器人对吧 游戏还不错的 砍起来还挺爽的 拨到几点啊 大概要不一点半 好吧 明天白天出去办事 拨到一点半应该差不多 这不可能今天晚上一晚上都拨得完的 拨不完的 怎么能开不开不了 他完美 后面好像还有个隐藏的房间 先进吧 那个房间好像现在进不去吧 进不了 那边有门吗 没有 明天有没有可能会进播 我不知道啊 我看这情况危险 没有直播模式 你看到那个主播模式 只是把版权音乐给屏蔽掉 那一般是国外退去直播的时候 他们国外就是有些版权音乐不能在直播里面放 这是这个现实吗 这是什么怪人 你还会扔箱子的是吧 来 你还会扔箱子 你还会扔箱子 槍雪怎么一定太多了 逃无了解 我也没绝 進去 走一口 你想干吗 啊 呦 这里祸多了,先去左边那个房间吧 游戏优化一般,你喷尸在打那些怪的时候,有时候会砍他 你说的羞辱是SKUM吧,SKUM,那游戏好像现在进波了 出了一个60级更新包,前面有兄弟说了,说把它弹出去之后 弹了个60级的更新标,我没发现,难道修复了卡顿吗 我现在用4090,今天特地播出游戏上了4090 就是游戏,有些场景锁30帧,4090也锁30帧 目前的这个帧数情况非常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240帧顶着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把所有的显卡都锁个30帧 有什么残肢什么的,这后面还有个房间吧 后面这房间去不了 OK,大概掏一掏 这个门能进去吗,进不了 我这么打 职务培育中心 混账东西给我排好队一个个来 得了,地嘴吧 你,你能给我个痛快吧 你这,你,你先等医务人员过来,行吗 又是个尸体啊 这人好像没死了,他不是尸体,被困的人,他被压住了 设施整个都歇菜了 也不知道救援队什么时候才会来 反正我是痛得要命啊 再说,废腿一双,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感谢何大送的天鹅之梦 谢谢ChelseaNexus送的爱妮 谢谢阿南南总送的李花炮 为什么你觉得整个设施都歇菜了 你,你为什么觉得整个设施都歇菜了 这个主角叫P3,你觉得这个P3 你们觉得P3的这个声音像V吗 像SAMPOP2077里面那个V的配音 有些地方感觉很像 但是有些地方又感觉语气不太一样 这东西说并有办法抬起来 等我一下行吗 本来我们三人一起活动的 他俩没能抬起来 机器人肯定能行 但现在也没法开口了 好,我想想办法 我能用这个技能把它抬起来吗 不行 那我怎么办 口音有点不太一样 抬不起来 而且这边里面有个房间 但不知道这个房间怎么进去的 这门是关住的 这房间应该能进去 这里进不去啊,这个门能进吗 进不了 我们绝股屈服 只能往前走了 又来了 差几个格子 差两个格子 那不是直接一转不就行了吗 有人知道这个人怎么救吗 还是说我要先到前面 我很想救他 应该救完之后能去 能去那个小房间里面看到东西了 你 你能给我个痛快吗 他前面有说吗 他没死 死的人会写尸体的 他没死 他怎么办啊 这时整个都歇菜了 也不知道救援队什么时候才会来 反正我是捅得要命了 再说了 废腿一双 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东西说并有办法抬起来 等我一下行吗 本来我们三人一起活动的 他俩没能抬起来 机器人肯定能行 但现在也 我刚才还没确定他死没死 因为没血尸体 现在应该是死了 我天之外啊 我擦着自卫疯了吧 真的吗 我擦着自卫疯了吧 我擦着自卫疯了吧 我擦着自卫疯的机器人 平时都不会攻击人的 哎呀 不会个屁 这玩意还有什么本事 我也不知道 我接入不了这台机器的数据 他要是也接触不了我们就更好了 完全同意 少校同志 来吧 我们去找罐子 至少这地方用不着满世界找门了 直接爬窗户进去就行 正在保存数据 准许进入 用这个机器的救了他 他会给个RPG 你前面话说的都挺正常 你最后说给个RPG 我一听就有假的 你不要说RPG呢 你说给把什么枪什么东西 这可能还合理一点 你说RPG我一下就觉得有假的 前面的话的感觉都非常正常了 就最后那三个字 感觉一下子就 完全失去信任了 老是RPGRPG的 今天RPG 虽然这游戏确实有RPG 确实有什么主宰者胖样子 就看上去挺下RPG的 但你这RPG一说 我就觉得应该是假的 看近了吧 那枪现在没什么好事了 等后面有什么新的武器的蓝图在造吧 那枪都太弱了 特别那个卖中枪 这个是什么啊 连续升级压缩速度 能提升战术背包的容量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还没区别 可以升两次 双洞 低温聚合物 电阵大人 聚合喷射 聚合护盾 过载 护盾全开再收回 即可引发爆炸 向敌人喷洒战斗聚合物 能量密集 失去的生命值转化成能量 哦 把血变成蓝 它这个循环式 新增一枚电池 是什么意思啊 不理解 是电池是干嘛的 什么电池啊 材料呢 但肯定是会给东西 我也知道啊 但是不知道给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关键是周围也没东西啊 大规模抓握效果范围扩大 加速坠落造成可观伤害 新增一格能量最大值 你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就是 原本我是三格 三格蓝条 这个再加的话就加四格蓝条 所谓的电池就是那个蓝条的长度 斧子是可以恢复蓝的 有一把那个小枪是捡蓝的 我感觉这个还是先别生了 现在暂时还用不到 这个背包也没什么好生的 要不生下这个吧 强制坠落加速 就这样了 这个Q键还挺好用的 就这样 剩下这个 然后做点子弹 子弹弄一点 弹药块没了 不是 这感觉像水的声音 我的天 三十个太多了吧 好像 做个二十个吧 有点太浪费了 做个二十个 好 再保存 正在保存数据 主要他消耗的材料太多了 来 待会万一能做什么新武器了一下 没材料了有点亏 确实有点亏 但确实目前来说 这枪里面还有这喷子最好用 我得下去 我感觉我要出上了 应该是要来东西了 先钻到这个底下看看 这个地方应该是躲起来的 应该是能躲 有怪来了 你可以躲 好 子弹没拿 你觉得罐子会在哪儿 这里的某个平台上 会有专能分配发光聚合物的一切 找找看吧 你觉得罐子会在哪儿 完啦 子弹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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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要进行的程序 如愈制造新武器 我这个扣了吧 好像扣了 闯获了 我没拿 我这右上角 材料107 213 是不是已经扣掉了 好像材料扣了 然后那个子弹没拿的话 存档再拉回来 那个子弹也就没了 被吞了好像 完了好像扣掉了 我只能再往前一档了 就是还没还没还没那个的时候 这一档只能这一档 读前面那个档 这一档子弹已经被 已经被系统吞掉了 这应该是还没花的时候 这一档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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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 重新再做一下 只做 总共八十万 呃 再升级一下技能 好 OK了 再算个打 正在保存数据 正在保存数据 你觉得罐子会在哪儿 这里的某个平台上 会有专门分配发光聚合物的仪器 好 找找看吧 嘿哟 好 找找看吧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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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被我自己喘哭了 sorry 抱歉抱歉 耽误大家时间了 sorry sorry 抱歉抱歉 我自己甚至没看弹幕还没有感觉 当我看到弹幕的时候我发现出事了 不是那他子弹到哪儿去了呢 在仓库里呢 他子弹也没从下面吐出来啊 我看看啊 授权 在这个的仓库对不对 弹药枪 库存拆解在这儿 那我得拖一点东西出来了 这 这是我的背包 这个小枪不要了吧 这小枪没什么用 这个小手枪也没什么用 斧子带着 小枪的弹药拿出来 把这个拖进去 完了 这背包有点小了 这个 这个不用 现在是 就等于每一个药都会占你一个的隔位 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有人知道吗 这个黄的是啥呀 歪动作 先这样吧 就一把斧子一把喷子差不多了 这黄的不知道是干嘛的 也没显示名字 背包确实该搞大一点了 好了再保存一下 现在应该对了 抱歉抱歉 耽误了点时间 好 好像有点复杂 应该要钻这个管道不断的钻 钻来再去 你怎么到底下去了 吓我一跳 好 这么硬啊 我先瞧一眼 我先把这个地面先看一看 什么有个什么拉克飞什么的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这花园有毒 这花园还破坏不了 应该是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给停掉 让它停掉 我先看它这个线啊 黄色线通到这个平台上 嗯 看目标点 看目标点 这花园 看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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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阿薩龍那有機器,對面那有機器 那兄弟真叫這個名字呀,關鍵那個賊大,在我彈幕助手上面寫的賊大 那怎麼辦,你是老粉絲啦,那你怎麼取這個名字啊 有的,比如伊萬,那個助理副教授,他說了好幾天才聽,還有,烏蘭別科夫同志,今早沒了聲響,他還年輕啊 感謝ZDD的關注 因為有時候和一些抖音評論對線就改了這個,那別人叫你名字不是他占你便宜吧 這倒不至於,他如果跟你對噴,不是他占便宜吧 這個只是讓你了解一下背景,這是車間的經理,我這裡好多罐頭啊 有點虧的,有點虧的,唉唷,不草之活的 這裡是個分配器,然後那個東西好像就在那邊,就在這兒,就剛剛那個,那堆空罐子那裡 這個兄弟反應過來已經不說話了一個,不會去改名字了吧 哦,沒改,沒改,還沒改 玩這還不錯的,但是,有可能需要一張比較好的顯卡 因為他這個遊戲目前剛發售的優化呢,可能還有一些問題 但目前玩起來還是比較流暢的,主播顯卡4090,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其他顯卡我不知道,另發動機超頻運轉,提升聚合物,生產速度 要到上面,讓他超頻,現在生產一個要35天 兩細菌的巨型合成器,運轉速度都是固定的 哦,那加快運轉速度,合成時間 差頻,怎麼鑽到水裡面就聽不見雨 差頻 哦,那加快運轉速度,合成時間就會縮短了 哦,那加快運轉速度,合成時間就會縮短了 控制面板在哪,沒有控制面板 通常情況下,運轉速度是不會變的 不夠電充可以給他們的電動機加點電壓 那找到電動機就行了 已經有盜版了,已經 不是,這遊戲Steam上還沒發售 還不能玩盜版已經玩上了,已經 好,成了,這兒有懶車 我就知道,都掛天花板上了 肯定有什麼東西方便您上去 是不是又能升個機了 也沒什麼好升的,好像 也沒得,關鍵是沒拿到什麼藍圖 沒什麼好操 來吧 懶車 我看看啊,我來研究一下 沾一下按鈕 你重新再按那個機器之後,那懶車走了 是不是卡了,我按不了了 我按不了了 好像卡了,這按鈕我按不了了 懶車好像走了,因為 完了,加載一步 估計只能按一下 你重新再按那個機器之後 那懶車走了 你估計就Bug了 幹什麼 好傢伙,我還是晚點再來吧 學程式可以加速的 好事啊 怎麼弄 好,成了,這兒有懶車 我就知道,都掛天花板上了 肯定有什麼東西方便您上去 就懶車一走 你再按那個按鈕就沒用了 我有個怪的腦袋卡在那個底下了 大家看到沒有 摔下去了 也沒很操吧 但有些地方 他剛方售我估計 有些地方沒腰化好 有些設計也不太合理 像剛剛那個按鈕就失效了 你還真愣嗎 我就是這種人 完了,我摔下來了 不是,那 這個東西怎麼讓他超載呢 我摔下來有傷吧 打一槍 完了,我摔下來了 我是不是回不去了 電機 只要對他按V就行了 得讀了 因為你上去之後 那個按鈕可能按不了 好傢伙 目前來說遇到的bug還不錯 合成是可以加速的 好事啊 好,成了 這兒有了,車 我就知道 都掛天花板上了 肯定有什麼東西方便您上去 這距離能跌了吧 我得倒 하나 放心一下 好像得离得很精彩些 他很小就在中间一个小菠萝头这里 这也忒慢了 这玩意儿能不能开得稍微快一点 这还有四个呢 十天 三十五天变成十天 来货了 这一天是可有机器 卧槽 又是蜜蜂 血统结交部署更多蜜蜂 卧槽 卧槽 Cяти 二十一 五天 误会 二十一 当心,当心有些这个机器人会把你击退下去,击退下去击击了 得当心点 这破烂车怎么就不能再快点 谁知道会这样,我这是反问句查课 是不是能通过这个水管直接过去呢 他停了,完了 不要到那儿 又来了 这两个块从哪里刷出来,这个门里面刷出来的 这个跟前面一样啊,完全一样 请第一次说主播是懵的人,现在可以闭上嘴了吧 难道有人的运气这么好,连着两次都懵对了吗,都是在两次,直接两个一样就直接结束了吗 人的运气不会这么好吧 现在能接受了没有,前面有人说主播是懵的,现在还是懵的不 主播 在有些观众还没看懂的情况下,主播已经减出来了 已经减出来了 又开始了 又说运气 主播一开始,然后弄两个直接解开 现在又弄两个又直接解开,又说是运气了 你就算算这两次懵对的概率有多低吧 两次叠加的概率有多低 怪的 怪的 还剩最后一个电动机了 哦,子弹打空也不怕了 打了 差点下去吧 差点下去吧 真会的话已经在教学了 不会的才会强调概率 不是 那个东西很简单的呀 就是那个 他每一个头子上面他会有什么东西 他会有那个 连线 然后左边是两蓝一红 就把这个线摆准就行的呀 然后上面有一些是什么匹刹的 我先 我先说一下,主播玩游戏从来不太过略 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吧 真的不看功率啊 小校,看来你的开枪大法 也不是万能的 对 有时候还是得升级下 那刚出的游戏还有什么过略 没过略的 甩掉这群机器人 这种简单解谜 不是 我这罐子为什么取不回来啊 为什么 是不是Bug了 还没满 那不对啊 他现在已经让我取回聚会无关了 这个标志点就在这 机器后面看一眼 没有啊 机器后面也没有按钮啊 是不是有个怪卡住了 我一直听到有那个螺旋桨的声音 是不是有个怪卡在哪儿了 好像Bug了 出Bug了 这个螺旋桨的声音好像一直卡在一个地方 卡在哪儿了他 马上满了 还没满 哦 满了满 确实没满,不是Bug 只是长得比较慢 好了 拿到枣泪车间的罐子 我还会是Bug 我怕也没有什么货没掏啊 应该都掏了吧 激光蜜蜂 应该问题不到 还有火 没了 感谢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的黄道官 那肯定是最高画质啊 回来 回来 把这个键塞回去 很难想象居然还有两个大车间 塞 接下去低温车间 低温车间 这个门关注了 哦 去这儿 应该估计要解锁另一个门了 那边两个都已经通了 东区应该开这个门吧 是不是要开这个门 哪个门开了 左边这个门现在关上了 他开的有点慢哦 开了 他开的有点慢哦 开了 怎么就成这样了 剑谈的是这 谁想到的 本来说的好好的 什么去和心井作伴 光明的未来在前方 现在呢 我会怎么躺在这儿 一遍遍的想 之前的事 这好像有点口音啊 说实话 我这人没什么时间概念 这是福建口音 还是 还是香港口音 你怎么会死在走廊里 运气不好 第一个撞上了呗 是42号实验助手干的 当时我来接咖啡 这东西一把家住了盒子 可恰 我就死这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 你能给我讲讲吗 你假眼的事 出不及防 你运气好 现在没几台机器人了 第一天 可是满坑满谷的杀人魔 太惨了 还能叫得出声的 已经叫不出声的 多分不清楚了 那这些机器人 后来都去哪儿了 这我怎么知道 应该满射石都是了吧 估计他们都是从通道走的 除了那些走不动的 还有被干掉的 剩下的都在外面等着你呢 你说起这些事了还挺冷静的 不然呢 尸体还要看看 有些他会有些对话 会给你些信息 还骂的也都骂了个病 我只记得有好多人 他们都吓坏了 奄奄一息 有些事还挺有意思的 他们觉得最吓人的 不是见人就杀了机器人 而是我 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为什么 就问你之前见过死人说话 确实恐怖啊 还慢着 你是问我为什么还能说话 这谁知道啊 我连自己到底愿不愿意 变成这副样子都说不清 你是不是 抓了 都无所谓了 好 我得先走了 嗯 再见 说实话 这游戏到现在这个堡垒里面 待了这么久了 我怀疑这游戏是不是全身 都在这个堡垒里面 你必须哪里弄错了 谢谢懦夫 应该能想到的 他不可能没有要到 不可能 我觉得好像全身都在这个堡垒里了 一开始那种这么宏大的感觉 什么好几个浮空的岛 我当初想 这浮空岛应该是 这来回穿梭 对吧 来回打打 现在好像不对 这个相对不太对劲 在对劲的感觉 这一直在这个堡垒里 开局搞得很宏大 没打掉吗 不是已经打掉了 看这里没有房间可以进 这里好像是个死路 进不了 刚刚更新了一个66个G的首日补定 我好像没跟 我是不是得出去跟一下 我好像没跟 我是不是得出去跟一下 感谢ChelseaNexus 那老板 这什么玩意儿 夜牙 夜牙是什么玩意儿 夜牙是培育出来给大熊家 做当高校饲料的 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个夜牙明显不对劲 这玩意儿有点像异形啊 我的天哪 66GB的首日补丁更新完 存档就没了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吃人的鸡子儿 开了眼界了 完了 昆昆的反攻 让你们到小黑子 小黑子是吧 啄你们 昆昆的反攻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最好别引起他们注意 完了 这还要有个玻璃 头上都变异了 我的天 真的进去吗 挪不动 他这游戏XDP上下的存档 位置藏得很深的 不要再打 我说算是打头阵的 真是 都过这么久了 警报还是没响 不乐也没来 感谢篮球巨星蔡徐坤 成为粉丝团的 第1323名成员 你看见事发经过了吗 游戏不是很难 里面也有难度的调整 你可以跟主播一样 调整默认难度 最难的难度 问题也不是很大 问题也不是很大 他们好像一开始 就在设施里散开了 打算发动走攻击 于此解决 实验助手机器人 重进办公室 站在人类背后的时候 感谢万事不求人 做了这些什么武器 老板 老板大致 直接就死在工作台上 最吓人的还不是杀人 是他们朝着人类慢慢走过 他里面的武器 应该就是那个冰箱里面 红色大冰箱 电子魅膜里面那些 那些武器 你死多久了 我记得了 不过这里的大多数人 应该都死在了我前头 我待的地方不方便进出 机器人也过不来 我刚听到外面有枪响 设施里的那些电线管子 就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 很多人都是机器人 刚暴走 没几秒的时候就死了 快得很 机器人不是砸了人的脑袋 就是直接扭断了脖子 跟开气水瓶一样 我们一看这情况 拔腿就跑 但实验驻守机器人 抓住了阿法纳西耶夫同志 旁边有个当兵的想过来救人 但刚说了个歪 就死了 就在那一刻 我忽然一点都不怕了 朝着机器人就冲了过去 把几个尸体拼在一起 他们互相之间会不会了解了 你以为是那种 电话机器人 然后两个电话一起对话 互相聊天 两个AI互相聊天 但他这个本质上不是AI 这个是这个科学家 生前的那种 就残留下来的记忆 66G首日补丁 更新了很多内容 什么叫更新了很多内容 是增加了很多剧情 他那他这个首日补丁怎么会在 让别人预载之后 能进游戏 然后再发收的 就再再发这个首日补丁 首日补丁不应该你预载的同时 就直接下到最新版了吗 这也太不合理了 难道是他发晚了 好 这地方干嘛用的 这么冷 这是个实验室 专门研究生物 怎么在真空环境下生存的 哦 搞这个研究就是为了 在月球之类的外星球上 种农作物吧 也不完全是 这个研究的应用范围挺广的 从原始单细胞植物到牲畜和其他动物 什么都有 这玩意儿有点像异形 你不是说像异形 就像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太空恐怖电影没有 像里面那种 太空那种怪物 初期那种怪物 很像哦 这玩意儿能打掉过 我天 还能把东西吸 吸出来的 他这个本质还是一个 动作解谜类的 那个水族箱里的鱼 看着挺厉害的 这是什么 这牛啊 怪在哪 哦在这儿 这个摄像头 来了 刚刚的三个伙子来了 再见 一枪一个 再见 去 这 里面有个牛牛 嗯 这什么狗屁糟乱事 话说你如果不把这个东西给垫掉 是不是岂不是会无限的刷机器人 无限的刷机器人 你无限的打掉刷无限的材料 打死棍棍 有个大宝箱 在这个里面 现在这个门还开不了 里面有个大宝箱 你不要用子战好来 这个你等飞机飞下来之后 然后用斧头去砍 你没有任何成本的 会跳起来 会跳起来劈打 他最后那个直升机会飞到你脸上的呀 那岂不是学习 感觉是可以无限刷的 看尸体都套完美了 这有好几个牛牛 哎 这里有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你不动 他就是无限刷 一通乱刷 这里好像还能过去 过去一下看 好货 应该有好货 有吗 没有 啊 插装魔快槽 回去吧 这里面怎么又牛又猪又奇大 我没看错吧 昆昆在水里面游泳 我没看错吧 昆昆在水里面游泳 对 好多了 歌剧真是音乐精神啊 啊 还是今天的结果吧 第一 七八八五三天 我可老说得很了 希望我别搞砸了 啊 首先 要完全无需圆明所谓的 这是要干嘛 这个转向有什么作用呢 他没什么用 哦 是所有的机都要打开吗 你看 还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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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还有个牛 应该是都要转到右 都变绿色就行 嗯 发门接上了 转往右转 呃 这个还没转 转一下 然后应该还有知识器 还有个猪和牛 啊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猪 哦 这还有只猪 好了 啊 我把他们都杀了 这是制造流程的标准程序 没想到是个搅拌器啊 所以聚合物是这么来的 就拿这些动物塞在里面 然后养起来 然后咣当一下一下一搅拌 抽出去就变成聚合物了 和藻类放在一起 我天 原来养 养这些猪 坤坤和 和牛 是 是 是为了这个 这是干嘛的 咋就外面那个走吗 怎么打 这也太大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 哪个地方有这么多花盆的 这是他们培育植物的地方 这些植物会运到月球 火星和金星上去 用来改造当地环境 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放屁 我们得先找到控制面板 不是太大了 是太黑了兄弟 真的太黑了 那边最右边好像有个宝箱啊 我没开错的话 我里去掏一掏鞋 就把肉加上这个藻类 就能变成聚合物 这个宝箱 好像有好货 有吗 没有 宝箱好像也是有品质的 这种铁色的原色的这种宝箱 没什么用 要是那种金的 宝箱还有等级 那边好像左边还有个我看 左边那个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 这是个啥 哦这是好像 这好像是个精英怪 我来打一打 出好东西的 蛤 还叫 你来啊 来吧宝贝儿 啊 爽不爽 这感觉掉楼伤害也还好嘛 逃了个什么花 超导挺人造材料 这好像精英怪就比普通个怪稍微多点材料而已 可能目前这个阶段怪的种类就是这些吧 后面估计可能还有 那边还有个蓝色箱 但这个蓝色箱子好像不在这个空间里啊 我看一遍 不在 不在这 在隔壁房间而已 接上去 准许进入 看一下能不能升级一下什么技能 要不提升波背包吧 这两个都一样 提个背包 背包现在有点满了 用枪的话那个弹药非常占空间 伸个背包 伸个背包 然后 能量密度 不够了 59等一等 没有 就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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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怎么灌满这罐子 罐子会自动灌满迪温取核物的 耐心等着就行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不速之客来了 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再买点弹药 可以 我再掏点弹药 上相 你要选什么程序 再掏一点 再掏个二十发吧 这有点多啊 那风扇是专门给车间送冷气的 停了就完了 千万别让艳牙走进扇夜里去 你怎么不早说 妈 风扇停了 永远冲满 哎哟 哎哟 有点狠 哎哟 他可以钻进去 不好意思了兄弟 又是老一套 他这些小怪他会钻到人的尸体里 然后变成那个怪 对 有点狠 这快不会清不掉吗 这些小怪会找尸体 等待罐装完毕 应该就在这里等就行了 不断的清怪 应该对的 应该不需要什么操作 这身有点难受 开风扇 要去电机风扇启动 前面估计在打怪没看到他说 完了 我要等下C点 里面好像有个怪 这里有个巢 就刚刚那些異形怪的巢 把速运转 他这个光应该就是培育 培育这些草类 有风扇要维修吧 这也太多了 这有点浪费弹药 我要砍了 手枪我已经掏尾酒了 掏在仓库里 我就应该去找他的巢 这否则无限出来 这是不是有个巢 在这 这个巢 被巢打 还有哪儿 这音乐有点高雅 这音乐有点高雅 全是神经聚会 待会这尸体要好好掏一桶 全是神经聚会 地区 这就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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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对 不准备 嗯? 外巢在哪? 我還在右邊 剛這裡看不是有一個嗎? 中間?掃描了沒有啊? XP現在還是挺划算的 沒了吧? 好 請重啟通風系統 有點黑,我的顯示器調的太黑了 有點黑了 天上還有一個,天上不是的,天上是那些小怪 小怪也會顯示個紅色,橋絕是個大的 回去再按一下 把貨掃一掃,這些都是材料啊 貨好好掃一掃 這波材料爆炸 我死 子彈也浪費了不少 是否還有個朝鮮沒清掉 我覺得還是不要浪費自殺 是否覺得還好? 就刀砍呢? 這玩意沒什麼傷害 搞得高雅一点 用子弹材料消耗的代理 刀一砍一个 刀砍砍 是不是这个风扇坏了 我得去弄一下 我得关注一下风扇 这段有点意义不明 放个很高雅的烟月在里面打住 小的飞天怪 意义不明 好的芋头转强 巢穴都已经打掉了呀 我扫描出来巢穴全打了 兄弟们 这个顶上的红的是小怪 看到没有 我巢穴全打了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的 难道我有巢穴还没打 这个是已经打完的呀 这是吸的呀 应该都打了呀 我再检查一下 这也打了呀 这也打了呀 这都已经是坏的了 都清累了 不能让小怪进风扇 就进到风扇里 这个风扇就被破坏了 那我把天上的都挡下了 找红色灯 红色灯然后呢 这个内圈有点红而已 哦这个我看到了 红色灯就说明他附近有这个虫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打掉了 哪里还有啊 这儿 对他会被吸引过 不是 快烦死我了 远远 我受不了了 这感觉好像确实是还有一个巢穴没打 在哪儿 我扫描了 你看我都扫描了 哪里有巢穴 哪里有巢穴 这些红色的全是小怪 巢穴都打完了呀 起来 不能走啊 这要停了 哦你的意思是这个 哦好了好了好了成功装满了 我靠 终于好了 太对了主角你说的话实在是太符合玩家的心情了 确实 总算他妈当好 冲了这么个半天 我的妈 服了都 真的太复杂了 那地上这些尸体套不套呢 我不想套了 我走了 虽然有很多货我还不套了 虽然货特别特别多 这不材料乱刷呀 要不还是套了吧 对他应该搞个什么精怪这种东西 这这 就弄点这个小怪 后面也没尸体让他们钻了 然后音乐结束了 哎呀 没有新武器啊 没有拿到新的蓝图吧 我大概把地上的东西稍微逃一逃吧 稍微剪一剪 我就逗一圈 能剪的我就大概先剪一剪 稍微逃一逃 也是材料啊 这一个怪的材料挺多的 有一个新的得到啊 那得好好逃一下 这全是材料 这全是材料啊 拿材料去做 就刚解锁了个蓝图是吧 行刀 有行刀还不错 有行刀还能接受 他这里应该小怪啊 就一阶段有 然后二阶段应该出一个大一点的boss 在这里面绕绕路打打boss还是蛮爽的 这一只这个小蝴蝶飞来飞去有点恶心啊 好啦我走了 我套的差不多了 材料应该够了 我的材料应该起飞了 游戏名叫原子之星写在标题上了 下一个就是boss 那确实得把装备提升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 回 撤 看一下有多少材料 授权 聂恰因夫少项 调整武器 做了15年的游戏 剧情有多久 这游戏做了15年 没有吧 哦来了 剁肉刀 完了怎么还差材料啊 好像刚刚那些小蝴蝶上没有第一个这个材料 这个叫什么 他没有这个金属布简 那上面那个小怪上面全是这个 都是这个人造材料好像还有这个玩意儿 什么生物材料 要不把我原来的我看看啊 要把这个小手枪拆了 这个用子弹的小手枪拆掉算了 这个拆掉不算了 有用吗这个 这个小手枪应该还不如这个小手枪 还不如电脉冲枪呢 这能获得什么啊 73个 材料能拆完之后直接拿就行 把斧子拆了 你说我现在手上这把斧子啊 这斧子应该还可以吧 速度挺快的 脉冲没有 还拆斧子吧 就估计新斧子到了也不会用老斧子 拆了算了 拆吧拆吧拆吧 老斧子拆了 拆了算了 对基本上也不会用两把镜子 枪还是掏的比较好 手枪还是有点小用 现在够了吗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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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肉刀 看去很帅啊 当当当当 今天是2月2龙抬头啊 祝直播见到各位观众朋友们 龙抬头新大运 今天是新大运 看一下 好像也是单手的 这也是单手的 卧槽 这个蓄力呢 招式一样的 跟那个招式一样的 兄弟 哈哈哈哈 一模一样 就跟前面那一把什么 刺刺刺刺刀 一模一样 动作都一样的 批的方式也一样 一模一样 但他好像范围大一点 上下你要选什么城 我看能不能升个级啊 这个喷子给他升个级吧 喷子确实挺好用 丙布 基础握把 可以多安装一个排气孔 减少后座力 减少后座力没有 可以将后座力的能量 转化成服装电力 增加能量掌力 这需要蓝图 枪管 电磁干扰 提升对敌人的伤害 提高了射击速度 而不会过热 这还可以升级一下 这有用 插装模块 弹夹 搞个弹夹吧 恐龙弹夹要蓝图 可惜了 这蓝图好像在一号位啊 在地图上查看 不是这游戏居然有地图的 我没发现啊 这地图做的也太简单了 我们现在在这儿 那说不定还有其他场景呢 有实验场8 实验场6 实验场1 我们现在是在实验场1 是有 确实是有 这游戏BGM弄的还是可以的 我告诉你这些位置是在哪 这个是不能买的 是要去那边掏 这些配件会掏过来 是这样的 要蓝图 那说明以后掏货 还是要掏得仔细一点 走吧 取回罐子 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门开了 回个学 哈哈好罐子 真您姥姥的好得没边了 你这全人怎么这么喜欢 哪哪都塞个罐子 本来就是这么用的 是吗 说不定你们这个用法该改改了 我要是再看见一个罐子 我就 现在有个问题 兄弟们 我手上掏的罐子 但我不能交互这个箱子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而且这个箱子还取不下来 那把这个存到点设计在这有什么意义 但是 筒子抱在身上 你两只手倒是可以抱这个管子下来 那筒子删了耳了呢 诶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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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斧子攻击速度好像比刚刚那个更快 诶呦 这斧子还可以 挺爽快的 比第一把要好 刀刀刀刀 还是感觉 左键平A比较好一点 攻击速度它非常快 它这游戏打击感是故意做成这样的 就是那种有一顿一顿的感觉 这是哪儿 这感觉是个隐藏点 诶呦 这玩意儿来了 这游戏要闪避 最高难度应该就在于闪避 还是这游戏竞争还是蛮爽的 但是打起来啊 如果你把那个镜头晃动 是默认的0.8那个指头 估计人会非常非常的晕 现在我这个镜头晃动已经拉到最低了 否则会会晕吐 晕得一塌糊涂 这里后面有没有藏东西啊 看看 没有 走了 看看 我不晕车 我玩游戏也不会三体眩晕 但这游戏刚开始没调的时候确实挺晕 给我晕着了 主要它动作它是像是一格一格的那种故意做成那样的 听到没少校这谁听不到啊 那 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焦巴翠 找死啊 那东西绝对不好惹 还有 别抢我台词 是很难对付 但我们必须拿到那罐农药聚合物 这是一次性要拿两个吧 哎哟 过头大半月吓死人呐 开什么玩笑 不要 今晚不要把他给吵醒 两小时候 农药浓度才会降到最低 那时候再让他醒 你听懂了没 哪有装了农药聚合物的罐子 现在在那里面就有一个 感谢顾客摩康特欺导了 满送我第二车 谢谢万事不求人受的第二车 之后你想拿什么都行 好不好 行吧先听你的 不过罐子真不会炸成灰吗 差点忘了 要一直给灯火留朋友 PS400快用完了 你快去找那个聚合物怪 赶紧 好好 我刚刚那个罐子还没放呢 只想描述一下外观吧 它是一个黄色的 跟储蓄罐差不多 赶紧找黄罐来 找不到就死定了 找黄色的罐子 这也太黑了兄弟 黑的离谱 靠 这么大 他们弄这么个玩意儿出来干嘛 科学研究中 总会发生一些意外嘛 知识分子 就他们爱瞎搞 哪儿去找什么皇冠呢 小巷 那是装置和乌勇的 黄得很醒目才是 这位子 正在保存数据 哇 好多货 好多货 这位子 给他转过来 然后把他抬起来 那个摄像机把它抬上来 应该是这样 我先按照这个箭头走吧 不能联系 这个是个单机游戏 先按照标记来走 不要凑过宝箱就好了 这有可能是后面在用的 寒冰插装破坏 找到了 小点的应他妈的该找了一圈没别的了 算了 想办法把这大家伙运回去吧 有好多倾听的 也是 哦要把这个黄罐子运回去 移动拖车 这F是干嘛的 使用心念摇杆来移动平台 哦 平台的移动 我是这么个意思 摇杆平台 按住 然后呢 有点抽象 然后就把这个车也移动了 然后我再到这儿 继续演 呃 把这个罐子给吸过去 哎呦 哎呦 我应该没弄反吧 他只能往那儿啊 往那个方向他是定定的 我没弄反吧 我看看啊 给他再转个方向 我反了 应该没反应该从这个右边再绕过去 应该没错 应该要绕一圈 因为那边是被这个车堵住了 感觉没堵吧 那边有个宝箱 那边还有个巢区 先把这个篮子先弄 把这个巢区给打 应该是绕一圈呀 好了 这里有点黑哦 不知道大家看起来黑不黑 我看起来是有点黑的 看不太近 然后再到这个顶上 这顶上有货 我看起来是有点黑的 我看起来是有点黑的 那边有个宝箱 先把这个篮子先弄 把这个平台先用一点先弄过来 弄到这儿 OK 然后再通过这个再爬上去 好 上来之后再跳到这儿 就要再跳到这儿 就要再跳过来 OK 再掏这个宝箱 太黑了 太黑了 电脑花三月中旬吧 多情男人的事情 朋友 你的生命之灯 倒是灭的彻底 我已经死了 也是 我有这么想过 思路很对 再见了 调一下亮度我看一下 这里确实是太暗了 亮度我调高一点吧 好吧 否则大家看起来太黑了 我调 这里先调到二 待会出去之后变亮了之后 再调回来 这样可以吗 稍微亮一点 否则这整个环境太暗了 这样好一点 诶 诶 查尔斯 我要是死了 那我 我是不是也会变成这种活尸 就躺在墙角那儿念叨一堆半懂不懂的屁话 这可不好说 一方面你没有神经聚合物记忆 但另一方面 你的身体却又经过了高度聚合化 好多了 那 到底是会还是不会 数据不足下不了定论 要想搞清楚 就只有一个办法 呃 谢了 我看还是免了吧 尴尬 尴尬 你看直播觉得你显卡在吊针啊 不会吧 现在直播应该是正常的 可能是拿着枪可能跳的不够远 好了 先好了 转一下 啊 好没事也能控制 那也不对啊 这里有个车堵住来 有点假的 不能脱了 焦把嘴 我也不想嘛 这明明能顶我去的 我的天哪 呃 想想啊这里怎么上去了 也没现实吧 没有现实 只是这NPC在说话而已 可怎么这么大 也在说械子里 Stream什么呢 呜 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对吧 这上面也太大了 这对吗 这是不是回去了 还不对劲 我感觉不太对劲好像 这里出去之后 左二角的任务都变了 跳回去吧 跳回去吧 搬起来 撤滑 塢 hing 我沒敏了 我應該沒敏了 然後這個再轉 那這個就用不到了 轉完之後再往前 再往前 好嘞 繼續前往大門 那這個東西還要再轉嗎 應該是要的 但這裡的控制這個東西的 在這裡 在這個頂子 為什麼 我人先過去啊 不對 不是人過去 應該要把這個車推過來 出怪了 這上面沒有刺激怎麼辦 什麼聲音 應該就這裡吧 你看這裡還有 那怎麼把這個車轉過來呢 完了 感覺音樂不太對了 這個車怎麼過去呢兄弟 那個按鈕按不了 這玩意兒不能吸啊 頭尾不對 你的意思是還得再轉個方向 前面的按鈕 輪盤是對齊了呀 那有可能是尾巴不一樣 這裡搞得這麼緊張幹嘛 是不是怪物要醒了 前面的圓盤沒對準 感覺聲音越來越不對了 闖獲了 完了呀 這裡好像被那個東西擋了一下 跳不上去 尷尬了 我感覺要出 出殺了 這BGM感覺要出殺了 不是這裡 是目的地 是倒火車的 這裡不行啊 這裡會卡啊 不行 車對的那個圓盤 你說這個圓盤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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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拿 那應該就是這頂上的地方 知道嗎 就等於這一條他直接過去了 那我這樣應該能直接按了 通過這個也能操控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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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死丁了 死就死唄 我來吧 OK了OK 還是等於你6直接過來 好 你他媽怎麼搞這麼久 你媽的臭蟲子去死吧 得了 臭鬼眼喘口氣吧 對 對了對了 對了對了 這麼大 你知不知道我費了多大功夫才把他弄來 手術完咧 別把這玩意兒炸飛 你媽的 他行了 現在怎麼辦 把聚合物給點招 你騙給我 你用煙就能把聚合物點招 好 接招 去死吧 成功 啊 哎呦 他這樹枝上全是他的眼珠子啊 有很多眼珠子我發現 看到沒他有好幾個眼珠子 哎呦 這人一去啊 我的腿 你沒事吧兄弟 沒事 疼了 我草 滅牙 快起來 我的腿被卡住了 快開槍 太多了 我知道 這滅牙抓到就死定了 你能瞄準點嗎 我過來了 快起來 我知道 我知道 什麼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這人要變異了 完了完了完了 沒累啊 沒累啊 我已經被咬上了 完了這麼多夜啊 哎呦 啊 這破罐子 來得正好 他變瘀了 還能用你說 罐子正好笨到臉上 罐子正好笨到臉上 啊 蛇頭也拔出來啊 媽的 這都是什麼鬼東西 啊 技能實驗與特殊經驗 如果你厭倦了就有技能 希望能更換遊戲風格 可以重置技能 並重新分配返環的神經聚合物 不會有任何懲罰 所以盡情實驗吧 可以接退 你們除了在實驗室裡造一堆會殺人的花花草草 是不是就沒事幹了 小妖有點科學成就 不犯錯 上下 你要選什麼程序 哈哈哈哈 直接手撕我了 這個是大妖囊 這個是小小膠囊 這個迪娜末 就我說這個黃色罐頭 它是可以恢復藍的 對現在冰箱變得正少了 聲音變得正少了一點 完了 這聚合物不多了 不是聚合物 前面那個金屬 金屬物不多了 還是留一點吧 看看技能 究竟好玩嗎 還不錯 主要很多都是解謎 但解謎總體來說都還OK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是說怎麼 怎麼讓他重置這個技能來燃 就按阿劍返回了 增加一名藍量 失去的生命值轉化為能量 聚合護盾 聚合噴射 低溫噴射 效果範圍增大 要不再點個背包吧 我覺得背包絕對有用 背包還是蠻有用的 再點個背包 它退回應該就是你按R鍵返回 所有東西重置 然後退給你 鴨師傅 第一次是測試版 後面75G才是正式版 官方放錯了 第一版優化有問題 官方放錯了 那我已經玩了五個小時了 現在跟我說官方放錯了 那我存檔呢 存檔怎麼說我存檔怎麼說我存檔 現在官方承認錯誤了 說說他這個 這東西放錯了 放的是測試版 我玩的是測試版 75G才正式版 所以我我我我我 我給官方當小白鼠吧 要不我看看一點鐘了 我看一下 應該更新之後 這存檔還能用吧 存檔不能用 我這遊戲 我得把這遊戲 上上噴到溝裡去 我得去他推特上亂噴 這不行吧 聚合護盾 把護盾省一省吧 過載 反正這個東西比較多 省一省 近戰攻擊能夠積累能量值 再循環式充填速度提升 角色的能量 這個也省了吧 反正有錢 好 音樂怎麼拉 對呀 光追刪掉了 就正式版本把光追給刪了 這裡這音樂做的絕對有問題 這玩家都打完了怎麼放 放這種音樂 不對勁啊 這好像有個寶箱 好 OK 這音樂應該是搶阿高 怎麼還有這麼多鬼啊 啊 求求你幫幫我 把種子種在我身上吧 不好意思你要我做什麼 我知道我已經死了 啊 求求你幫幫我 把種子種在我身上吧 啊 不好意思你要我做什麼 我知道我已經死了 不過 我不想當你具沒用的屍體 拿我的屍體來種東西吧 啊 你屍體來種東西 我跟我的同事 這輩子 也算是沒白火 而且 說快點說快點 是給蘇靈做夠錢 他們估計會拉你去火化 這兒的屍體太多了 火化 這我倒是沒想過 這也太浪費了 我的屍體 還能給世界帶來新生命啊 你 你瘋了吧 我們在這株新品種上 花了不少工夫 跳過吧 跳過吧 這說的太滿了 他這個也不是支線啊 你也接不到任務 他就單純的對話 只是一個單純的對話 這個牙子是綠色的 哎呦 還能爆開呢 現在有黃牙子了 什麼大型變異體 什麼東西 我看到了 有大火 有大火 還有 他居住了 都在那 啊 不是 打完了嗎 真月怎麼還在 對 對 全真音乐声太大了,看他玩了没有 我这音乐 这个BGM是否卡住了 我最恨寄生虫 管你是寄生人的还是寄生植物的,我通通讨厌 这下白话应该能好好呼吸了 虫没了,白话正常了 我们成功了,小小同志 等等手套,什么我们,是我 我给你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啊 行吧行吧,算你帮了点忙 你感觉怎么样 你问我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不过还是多些关心 我感觉还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吧 当然可以,我也不想留在这儿 好了 第二个选项应该可以让你在里面去探索一下 有些没开的门可以继续开 这里应该是这个地堡走开了 他应该分三个部分 他说 转入空地看不了 应该有三大块 这个第一块就完成了 太惨了 那这不是能说清楚吗 有些人觉得这个说法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 实验室是有24小时监控的 但说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偏偏没有拍到惨剧发生的那一幕 这也太巧了 出问题也不奇怪吧 有时候摄像头可能刚好坏了 或者数据没记录下来 是有这个可能 第二个疑点就是 当天用到的聚合物根本就算不上致命 掉进去也不会死 换作是你 你可能就在里面快活的游起泳来了 嗯 好吧 但是说不定当时用的聚合物 是什么特殊的实验样本 比如说加了某种危险的君珠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扎哈罗我自己没动 为什么我自己人在飘移啊 这可是他跟谢切洛夫博士 一起合成出来的 真够草蛋的 他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这个警报层零零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警报层 整体画质还是算比较上层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你能明显的感觉出 虚幻思引擎的不足 有些地方还是觉得有些拉垮了 不过总体来说这游戏画质还是不错的 警报层零零对应该就是五星好 就是那个五星好市民的意思 就是你被摄像头看到了 估计警报层会增加 所有的怪都会来找你 还没到吗 突然直接画面被灰了 好像到了 看能不能再做点弹药 弹药前面消耗太多了呀 掌握了 弄一点 寻找出村子的路 现在看地图了吧 地图 做的确实有点有点有点小拉垮 这挪起来是这么挪的一个 这鼠标这么拖 不是他这个不能再拉远了吧 只能拉近不能再拉远了 这地图非常非常粗糟了 非常非常粗糟 这个地图感觉就像是那种全境封锁一的低配版 全境封锁一也是这个画风 这怎么要这么挫的一个 在这儿 其实你看这里还挺大的 其实你看这里还挺大的 但它开不到全景 左向角传说是什么 应该是一些你的收集的东西吧 就是里面的一些机器人 所有的这些机器人 它都有个名字 什么炸肉包刺猬 你现在黑的估计是还没收集到的 这些机器人 有机体 就里面的一些怪吧 然后这个是你收集的一些这个表 就表里面是有一些录音的 一些录音 就相当于你的成就吧 相当于你的成就 这里面列表应该是你现在所有这些发现的 还没发现的估计还没跳出来 这里去外面了 呦 出来就怪 总算到地面了 我的个天 你当没看见 继续走就好了 我当没看见 亮度没跳 我还是等一下好了 有只蜜蜂身上带的摄像机 现在已经1点17了 要不我们今天正好是第一张结束 要不这个我们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更新下游戏 今天就先播到这了 好吧 行不行 樱幕寄电站和捕风网风力涡轮发电机 樱幕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区域性上传链路 在风力发电机的支持下 它能够久久的在天空中翱翔 樱幕是通过中端来控制的 搭载的蒲公音监控摄像头 一旦捕捉到敌对行为 便会向最近的机器人装配工厂 发出二级警报呼叫增援 就这个是跟摄像头来搭配的 是一个上传链路 就旁边是个风力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呢 给这个樱幕来供能 然后终端来空 就终端来控制这个樱幕 控制的话 就通过这个监控摄像头 看到有敌对的 然后就来攻击 所以它是个武器 武器系统 防卫系统 怎么到处都是摄像机 路线会传到哪去 我先保存一下了 前往主菜单 因为这个差不多一点半了 该睡的兄弟们也睡了 明天的话明天下午是休息 我们周三下午 周三下午的一点半 会继续这个游戏 好吧 但我现在等要看一下 如果假设 我游戏更新完 如果我的存档都没了怎么办 它最多好像是十个草位 我如果没了怎么办 云哥玩不玩这个 明天应该会玩的吧 有可能会玩的 因为目前播下来没什么问题吧 应该是OK的 我退出去看看 它这应该是云存档吧 这XGP应该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云存档吧 没了我下波再打一遍 哪里有更新啊哪里更新了兄弟们 哪更新了 检查更新 完了有了真有 好像真有可用的更新 更新 超过了 你到底跟了 来了66.9G 我今天下午 就晚上预载的时候 我下载的时候 是50 50.2G 现在下一个更新 要更掉我66.9G 多了10个G 我这游戏厂商是怎么做到 这不是更新啊 这等于虫虾呀兄弟 这不叫更新啊 他告诉你就是卸载虫虾 你哪有 游戏本体才50.2G 你更个新更个66.9G 我现在的版本是不是 我现在版本是0.4.4 不是正式版 我看看啊 不会吧这游戏厂商 不是 我取消了一下我游戏哪 哇 哇 不是啊 他是一个更新我把更新插掉 那我本体应该还在的呀 又变成75个G了 我前面是0.4.4版本 你们看到了吗 那个主就主菜单那边有显示的 0.4.4不是1.0版本 是一个测试吧 所以他这个更新理论上就是把你整个文件给卸载了 就把你游戏卸载了 卸载完了之后他再重新安 对吧 也不说完全卸载啊 因为你重新下是75.2G 等于就是他是 他是等于是有一部分文件保存下来 剩下的全部都是重新安装 所以让你下69个G 那我存档不会没了吧 XGP就这样 取消就是这样很坑 我想我这游戏更新 那我把更新插掉了 那不是本体应该还在 Steam就这个逻辑 Steam你比如说你要更新一个游戏 你把它更新插掉 本体还在的呀 你本体还能继续游玩的呀 只不过是老版本 对吧 我这要下多久啊 我算一算 75.2G 60线 并没秒 应该是云同步的吧 这游戏 XGP应该有云同步功能 就像你那个地平线一样的 极限竞速地平线5 就是每次关掉之后 它是云同步的 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 同样的账号登上去 是同样的存档 我睡不着啊 你现在让我这样子 关机直接去睡 我肯定睡不着的 我打一晚上存档没了 怎么办 老版本继续更新 我老版本没了 你有的话 在左边这个已安装这里 是会有的 我现在直接没了 我就刚刚更新一取消 这个老版本直接没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放在这儿的呀 Games 怎么已经变成这个文件夹了 闯祸了 2月21号1点19分 原来那个文件夹直接没了 已经 论坛上熬熬一遍 论坛上熬熬一遍 存档全部没有 但我在想 0.4.4的版本 你更新到1.0.1正式版 测试版的存档能不能沿用过来 你还真不好说 我说实话 真不好说 那这游戏厂商也太拉垮了 感情让玩家玩了 玩了五六个小时的测试版 人家有可能玩到通关 发现有些东西可能还没做好 结果人家玩的是测试版 开发版本 这不能吧 这游戏厂商也太操单了 应该还挺快的 大家这个要睡的先睡 我这后面就进去看看存档还在不在 我也不会继续往下玩了 大家要睡的先睡吧 你陪着我一起看这个存档还在不在也没什么意义 这游戏厂商绝对有问题 你明明知道今天晚上开服的 也不是开服就发售的 对吧 虽然最最早玩到的那一批人 应该是基里巴斯时区的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时区是新西兰 你不能不 你不能因为新西兰人少 你就不把新西兰玩家不当人呢 对吧 这不能呀 那这 不会是游戏厂商在新西兰时区的时候 他们还在闷头睡大觉吧 所以没有跟上 太太太太太扯淡 说明这 说明这 说明这游戏厂商是什么 他本来是提前三天还几天可以预载 那预载的时候 他预载的版本放的是0.4.4的测试版 说明他们在放预载的时候 这游戏还没做好 就还没搞出正式版来 否则他预载干嘛要放个测试版呢 预载一般都放个正式 就是放个1.0的正式版 大不了首日你再更新的补丁吧 就更新到1.0.1 1.0.2 他这预载直接就放个测试版 0.4的版本上来 说明那个时候正式版还没全部弄好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就还没弄完 感谢人六思考七送的家喻啊 那前面那些什么掉针锁三十针 都是测试版的问题感情 那这样就合理了 我想这一个游戏厂商搞的这个成品也太过于拉垮 不过目前他这个测试版的品质啊 要比一开始的2077要好太多了 一开始的2077是真的太夸张了 要比第一版的2077要好太多了 其他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有一些地方锁个三十 那个锁三十其实 其实也就是在一开始那个 大广场后面那个进那个大厅那里 大厅锁三十 后面没感觉有什么地方锁三十的 帧数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打怪的时候 有一点点盾卡 就开枪的时候 枪一开出去 那火光一冒出来有点卡 大厅锡锡锡现在更新的还不错了呀 现在又更新了个DLSS3 现在应该应该是非常不错了 直播间为什么还有五百八十九个人呢 应该该睡了 我劝你们早点睡觉 不要想着待会听主播的什么这个爱好声 不会的好吧 不可能存到没的呀 有云存到的你放心好了 这个游戏厂商拉垮 但是微软本身这个XGP这个XBOX应用并不会拉垮 好吧 他这个不会拉垮的你放心好了 XGP最近还有什么游戏啊看一下 卧龙卧龙卧龙3月2号 卧龙老班长肯定是要弄的 百分百是要弄的 这卧龙还不错 这个卧龙会比黑魂难吧 卧龙已经可以预安装了已经 3月3月2号发售现在已经可以预安装了 这么恐怖的 40个G 不过他这个还要解压的有可能 简单游戏 那卧龙不是卧龙理论上算不算混类游戏的 Minecraft Legend 这个是MC的一个单机的一个剧情模式吗 我的世界传奇 是个剧情模式 4月19号发售 Redfall 3月4好像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岛 虹霞岛啊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叫虹霞岛 那是连击的 好像是打僵尸的还不错 那看去还可以 好像XGP没有 我觉得这XGP实在太值了 一个月多少钱啊 十几块钱 我是正常学 我不是淘宝上直接买一点 我就直接港币 直接好像是一个月19块港币 太值了 真的太值了 你随便看哪个游戏你都发现了呀 什么帝国时代老这种 省下太多钱了 这个Redfall就是虹霞岛吗 哦 5月2号 啊没错虹霞岛是这个 正好下载开港 好像是四人联机的 也不是单纯打僵尸 画质看上去一般般吧 但是应该联机还蛮好玩的 森林是怎么会弄的 只要没进波 能播的话肯定会播的呀 23号 就礼拜四还是礼拜三 就是礼拜四 究竟联机打应该还是挺带感的 我已经脑袋中已经浮现阿兵 是怎么弄我的了 作为队友是怎么坑队友的 我已经想象出来了 这会有点像之前对玩的一个是求生之路 还有求生序路的那个精神续作 那个叫啥来的 之前不是经常弄的 云哥也弄过我也弄 那个四个四个人打僵尸的 名字忘记了 又23号要飞澳洲了 他那个时候在飞机上 要玩估计也是后面了 蝶血复仇 对我记下来蝶血复仇 跟那个也差不多 蝶血复仇确实没啥诚意 被人乱喷 被那些L 被那些求生之路的玩家 握到乱喷 一顿乱喷 你弄很多小号 然后来回切来回玩 那很多小号你来回切 你每次都去白嫖 然后那就9块钱第一个月 那岂不是你很多存档就没了 那存档不能保存吧 他都云同步的 这个复仇 我当初买的是steam版本 后来发现XGP是有的 讲一 诶 装完了 怎么这么快啊 那是同步数据 有这个同步数据就说明是同步存档了 兄弟们 我就说了 微软还是靠谱的 虽然游戏没了 后台还是把你存档给同步上去了 你放心好了 不像steam 有些游戏没有云存档 有些支持云存档 才能云存档 放心 没事儿 不是呀 他有正在同步数据 你第一次 如果第一次你的存档没有云同步 他就不会有这个正在同步数据 没有数据需要同步的 有这个说明就是这游戏就对了 就是有存档同步 懂了吧 这有什么好真的兄弟 那地平线也是这样的 地平线也是有这个正在同步数据 就说明存档已经同步上去了 懂吧 你看着吧 他要看着吧 他哪里有显示版本主菜单吗 我看看 刚同步完成了呀 数据不是完成了吗 同步的贼怪 怎么又切到另外一个屏幕了 我的妈呀 等一下啊 我得给他切回来 正在安装着色器以优化性呢 之前我们好像没有这一步 测试版好像是直接装上去的 云哥 云哥 六不能播吗 你咋不玩六啊 兄弟 你这 你这发的这条弹幕 我非常难回答你 首先 我不是云哥 二 六不能播吗 首先肯定是比较难播的 因为整个整个给他爱系列都已经都已经击了 都是进播名单 对吧 无论你是哪一代啊 都是进播的 三 你咋不玩六啊 六好像还没出呀 我怎么玩 现在要是有 今天要是有六能玩 我还我还玩这个 我直接去玩六了 直接六我觉得还没那么快 起码起码最快最快 阿星的帮人搞出来也得2024年 起码得2024 起码得明年 晚一点可能2526都有可能 没那么快的 但是出来的品质肯定是OK的 虽然那些主创团队都已经大换血了 对吧 但是阿星的品质我觉得你还是能相信的 为什么能相信呢 他自己的那套游戏引擎非常的牛逼 比这种用虚幻思调好多了 阿星自己的你想他即使不用N卡的那套光追 他自己的引擎都能模拟出光追的效果 甚至比N卡的那个光追还要牛逼一点 幻野大飘客2那个光线 那个整体的感觉渲染 牛逼的一批好吧 好 装上了 装上了之后甚至有点小卡 这里哪里有版本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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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全完了 出大事了 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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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大火 这样这样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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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还有解救方法 我先把游戏退掉 有可能是游戏的问题 游戏刚更新 所以弄不了 我先退出 没事没事没事 我先退出 镜头抖动关不了 就必须要有抖动 一开始默认0.8 我调到0.2了 已经最低了 别急要别急 问题不大 还有机会 感谢好大好大 送的李花筒 感谢好大好大 大总送的两个李花筒 感谢好大好大 大老板 谢谢混大人送的天鹤之沫 谢谢好久不见 送的加油鸭 游戏公司 能不能解决一下 能不能解决一下玩家的问题 一个玩家 辛辛苦苦 搞到新西兰时区 在第一时间直播了这款游戏 然后最后存到没了 检查更新也没有 这个应该是最新了 我再进一下 我再进一下 开始 发邮件有个屁用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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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 肯定很多人 发邮件肯定人家都发了呀 我发邮件有个屁用 完了 这游戏厂商是是毛子 是不是是不是毛子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个 Modfish Modfish 泥鱼 翻译过来就是 Mod是泥鱼 Fish是鱼 泥鱼 就在泥土里挣扎的鱼 好你个泥鱼我了 每次会 这进来之后会切到这个4K的屏幕 蠢中之蠢 恶蠢无比 蠢到沟里去了 真的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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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早知道这游戏不退了 怎么办 闯火了 这样闯大火 完了 全完了 不是 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个是好的 兄弟是这样的 我在上一个版本的时候 这些存导是亮着的 现在全是灰的 就像黑白照片一样 像我死了一样 全是灰的 之前都是白 就是彩色的 你知道吧 先进游戏建一个新存档 然后再退回来再试一下 我觉得兄弟你说的太有道理 但现在我割不了4K分辨率了 贼啥比 亮度调回来 E 我弄不了4K了 好像只能用DSR了 我看其他设置有没有改 时间性抗锯齿 DLSS 动画品质 好像光线追踪是没了 这里多了一个着色器的缓存 这个多了 这个之前测试板没有 其他的都没变 好像删了一个光线追踪 确实好像光追没了 反向更新了 直接没了 音频 这还是版权音乐 这个不影响 玩法 镜头抖动强度 控制 光追砍掉了 我点一下新游戏 局部破坏 结束 就你意思你进去之后 然后存档完了 退出来 说不定就能读新的存档了 因为现在游戏 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游戏 所以认为这个存档还不生效 这地方真不错 氛围挺好的 毕竟切勒没组合体的建设初衷 就是要让众人在这里书心报夺 别念宣传语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 好像帧数高很多啊 感觉帧数高很多 不是贼心不死 兄弟 你是成语用的有问题 什么叫主播贼心不死啊 怎么就贼心了 我一个玩家一个主播 上来播这个游戏 对吧 首发日播的 最早开始播的 播了五六个小时 播完之后存档没了 我就想把我的存档 除以找回来 能够除以加载 你说我是贼心 心无旁骛之人 才能入泪效力 同志 要不要来点汽水 好啊 谢了 贴吧 贴吧有很多铁子啊 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号 号角的号 口号的号 右边是一个鸟 那个字怎么读啊 你不如找到本地存档和新存档对比一下 然后重新编辑存档 你让我看原代码 把本地存档和新存档对比一下 然后重新编辑存档 这些部署机器人 他们是全疯了吗 他们突然就这样的 财号特地歇菜 我就是 哎呀 天哪 控制码是多少 交给我来处理 我好小猪仔 改存档名字 不是 现在存档是能读到的 能看得到 但是问题是进不去 他说存档未准备好 应该就是版本不一样 就跟有些游戏更新了之后 老版本不间容一样 压哥试试重启XboxAPP 有人说是游戏没下完导致的 那游戏没下完 我为什么现在能开这个游戏 我为什么能把这个游戏打开呢 完全下载后 重开下XGP就好了 记得去实验室报道 完成手套 等一下 怎么到处都是摄像机 路线会传到哪去 安保摄像机路线的邮件 会直接传到鹦鹉去 那是个空中机器人控制中枢 保存一下 再保存一下 哪里存到点哪 还什么重新开下XboxAPP 看一下主播的领悟 看一下主播的领悟 存到 正在保存下XGP 正在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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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很多出主意的对吧 我一看那弹幕上的兄弟说的主意就靠谱 进一下游戏然后再加载一下 不就完成了前往主菜单 搞定 睡着了 美美的睡着 这游戏公司还是可以的啊 只是有些人不会玩而已 你看现在不都有了吗 你看都能加载了 我说了就是游戏没反应过来 他作为1.0版本刚进来的时候呢 就这个正式版刚进去 因为你没点过新游戏 所以他以为这里面没存档 他实际上是有存档的 所以他说游戏还未准备好 对不对 他没说存档损坏 也没说存档不兼容 对吧 他说是游戏尚未准备好 懂了吧 还什么重开XboxAPP 嘿嘿 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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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上了 心情顺然又出 突然间又顺畅了 感谢Capital大老板送的笔形 谢谢ChelseaNexus送的黄刀罐头 不可能的 这XboxAPP重新开 会让你重新下载的 不可能的 还有这种啥 我把它退出 再重新进 对应该就是新游戏 不是新游戏 他你没有进过一次新游戏的话 他默认接存长 有可能不开启 有可能是这个道理 他这个逻辑上还有点问题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个开发人员放错了 把这个测试板直接放出来了 哪里有更新了 没更新了 版本1.0.1 到确实是1.0.1 前面你们看我这儿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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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吗 有了呀都有了呀 应该不用验证再修复了吧 应该不用了 我再静一下 确认一下存长是不是OK 再静一下 确认我就我就退了 睡觉了呀 1点1点47了 2点钟了 该睡了确实该睡了 人吧已经结婚了 家里有老婆了 有的时候呢还是得多陪陪老婆 时间差不多了呀 对吧 也祝大家晚 祝大家晚 祝大家晚 祝大家2月2龙抬头 祝大家今年发达才行大运 2月2龙抬头 是不是今天 今天该去剪头发呀 但剪头发估计每个理发店都会排满吧 很多人都会听这个说法 那他们说什么什么 真月真月里面不能去剪头发 真月是到什么时候 元宵节 就到元宵节结束之后才能剪头发 否则元宵节之前 如果剪头发就那个死 死了个啥 是有这个说法的 加载游戏 对了对了对了 搞定了 1点44没错 好像流畅很多啊 你们有没有感觉 直播看起来没觉 感觉现在拉起这个 视角拉起来贼流畅 他会启动一级警报 附近所有机器人都会集合到你当前的位置 你看 流畅无比 那就会立刻集合二级警报 鹰幕 会部署更多的兵力 再打怪要很久了 我早知道现在是几级警报 之前那个感觉总有点怪怪的 应该有警报等级指示器 趁热打铁再玩一张 那要5点去了 正式版是不赢 确实不赢 看一下吧 要不出去找两个怪打的 拿6怪 确实流畅 一点都不敢 完全不敢啊 完全不敢啊 兄弟们我该下了 姚妹扭我屁股 我得下了 他那脸色不太好 我得下了 雄风机器人 正不能从附近厂房运送这些敌人过来 测试版他可以直接开4K 只要你接了个4K显示器就可以 完了怎么感觉怪变硬了 完了怎么感觉怪变硬了 哎打枪也不卡了呀 很流畅 现在很流畅 这玩意是不是一个3D打赢机啊 可以 小笑你就是太高调 情况不容乐观了 他在打赢怪我的天 我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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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看看只能开个那个DSR了 恩卡有个DSR把它强行放到4K 之前测试版是我的副屏是4K 我的主屏是1080P 他可以强行调整4K 但现在调过来之后就不行了 只能好像切成窗口然后再改 好像也不行 改不了了 只能用DSR因素了 调这个图像清晰度有用吧 调整2看看 是不是瑞化会很明显 这个应该是瑞化吧 看一眼 有变化吗兄弟们 我感觉好像差不多 还有 这什么玩意儿 这是 大宝虾 哎呦 好像画面更加瑞丽一点 他太瑞丽的好像 其实太瑞丽不太好 太瑞丽的话 大家直播看起来 因为直播推流最高只有10M 太瑞丽大家会看到非常多的马赛克 如果画面特别瑞丽 就像云格波那个塔克夫一样 塔克夫他加了滤镜 变得特别瑞丽之后 移动起来马 那个马赛克就贼多了 巨多 还是这样好 这样看上去比较均衡 下了 大狼该睡觉了 第二张估计难度增加了 默认难度难度增加了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 主播该下了 感谢前面弹幕上那位小兄弟啊 拯救我于水火之间 说近一下游戏再读取就行了 非常牛逼 非常牛逼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记得收看周二晚上云格的直播 在这个风行云直播间 名称叫风行云 抖音搜索风行云 然后可以添加一个关注 我们这两个号 一个是下午档 一个是晚间档 都会每天都会有精彩的游戏 轮番上演 大家记得明天晚上收看 今天晚上收看 今天主播休息啊 到周三下午 会继续第二章的内容 拜拜 祝你们身体健康 发财型大运 拜拜了 大家晚安 咯 我现在说话真的 口音不奇怪吗 很假 不是啊 我前面跟那个 很假 台妹玩那个额牙沙 感觉我的口音已经被带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声音最好听的 就是那个 刚刚这个原子之星游戏里的电子魅魔 那个大冰箱 那大冰箱太顶了 什么要保养一下我的大斧子 我 夏老兄们拜拜 拜拜 嗯嗯 你先去客房吧 你先去客房吧 好 好 好